因为seudocode其实在缓映我们程式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善用这个assignment 这个箭头胡话是代表说 我把右边的只assign给左边 可能我自己设的变数 所以那个 最简单最难页就是 好不好从2开始 那你看你现在知道你要用货回圈学 因为我们是学习相关语言的家族 其他的语言可能未必一定有货 但是来说我们写的seudocode 是让大家知道 这演算的这些程序是这样 不管你将来是用python 或是用那个 那个seed 或是vultran 或是java 如果说你的程式 绝对有适当的stament 语法 会协助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展现 所以seudocode其实没有绑定说 是哪种语言 但是我这样一个一步骤跟解说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演算的流程是这么一回事 比如说在这边看我们把m设为2 对不对 那开始of n module的那个m 就是取运数等于0 我们就returnforce了 因为马上被其中一个那个m 整除了 因为m 主要是老师讲过 小以从1到m-1 所以m从2开始 那假如m已经整除了 那当然就returnforce了 get off 回去了 那不然呢 那不然就继续下去 这些行没有走 没有return 就继续走第三行 第三行m 你看箭头过来m加1 我用m把它累加1 那之后m累加1之后 你不能无穷做下去 我们就查看说 if m小于n 对 小于n 还没完哦 老师讲说n 要一直4到n-1 所以 if m小于n 好你看我们可以讲 shutocode最常见 go to go to step2 回到这个地方来 好那你看m已经 已经加1了嘛 那再做一次 m 最新的m 是不是等于0 那等于0 马上出 马上就会续续回去force 那这样跑跑跑跑到哪边 跑到第四条 不真的 不会跑回去step2 对不对 当那个m已经大于 已经那个 等于n了之后 m一直累加 等于大n的时候呢 那当然get off true 有点出回来 好这就是shutocode 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mission 让大家挑战一下shutocode 那 那里面将来有机会 比如说在联研究所啊 那你可能 针对机械设计的某个顾问 提出一个演算程序出来啊 那发表论文啊 也不可能说 我给你 那个shutocode原子程式 你自己去读 不行啊 你要把你解题的程序 表示出来 所以你会用shutocode 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那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构 shutocode 好那同样的这样一个命题 有没有不同想法 有 那另外一个想法是说 你可能 上到高中 国中的时候 老师说 你其实不要从0 4到那个n-1 你4到那个 开根号 n就够 为什么 我先来看一下 国中老师怎么教的 所以这个命题 只要到square root n就可以 所以你看演算程序 shutocode 也跟刚才一模一样啊 差别在哪里面 差别是上次我们从2 一直跑跑跑到n -1 跑到n-1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检查条案子在这个地方 假设呢 m小语等于开根号n 才go to 识别才找下一个 go to step 2 就是m的n加1了 然后 那个小语等下 我们再回去 处理 不然呢 一样我们都住回来 好 那这个是 国中高中的时候 学过的植树 那上了大学 他说 你其实不要从2开始 盲目的一一去除它 你只要挑那个植树的 小语n的植树 来跟他查验就好 如果说能够被植树整除 那他就是 非植树了 所以想法是这样 你看 这很特殊 你看一下这个第三个 algorithm If no prime factor from 2 to square root 一样 我上线就到达 根号n就好 但是呢 我不是每一个每一个 来试着除 我是要确定 他是直数 我才来试着除除看 不是直数根本不用 我不用来 试着做他 因式分解的那个因式 不用 所以多这样一个 法则下来 那他写层次 寫成许多课 就写成这样 很高干 这个我们大概可能第 应该是第七个 特别才会谈到 函数 函数可以呼叫自己 这叫递回的呼叫 那个recursive的函数呼叫 那你看 所以我这边演算是写成这样 is integer n and prime 所以你给我是大n 然后我首先第一个步骤 二三个n 那你看 if 假设 自己呼叫自己 假设 我把m放进去 那次的话 是直数 我才来查验跟m 是不是被m整除 m是不是被他整除 那整除了 i return false 所以是不是暂远算 是不是更精简 我不是盲目的 从二开始 每一每一个 每一个都试吗 好 ok 所以 特别平衡在这边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试着想想看 我程式要放话成c sharp 有没有可能 你要假如实现这样演算法 其实是可行的 以现在的程式语言来看 还是可以呼叫自己 没问题 但是呢 他的有些复杂度 有要看记忆体 记忆体不够 所以叫stack overhead 那个overflow stack overflow 就是记忆体不够了 就程式当掉 因为自己呼叫自己一直呼叫 那个记忆体就留在那个地方 好 所以呢 这个演算法就是这个样子 那只有这几种演算法 不会哦 不会哦 另外呢 有一些做法 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说你既然是直速 这是实做方面 理念一模一样 第三个跟第四个一样 就是说你只要是直速 我才去试着跟他相处 那第四个演算法 他实做过程度就稍微比较复杂 那我不在这边介绍 那个想法是说 你一个一个直速 要从头到尾上算 是不是很麻烦 我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 资料结构协助我 我从二开始 有一个阵列 有一个阵列 所以我们在搜那个直速的阵列 我从二开始试 4直速就放进来 2放进来 3放进来 所以呢 那那个再来试要不要查直速的时候呢 我就从这个清单里头去找就好 我不用从那个 从最小的一开始上一一去试验 他是不是直速 好吧 这个细节大概会这样 那所以他演算法 就会稍微复杂 那复杂 意味着他没有效率吗 也不尽然哦 因为你想想看 试想看 如果说我有一个直速非常大 另外一个issue 如果说有信心对密码学 有信心的同学可以看一些相关的书 我们现在最常见RSA的密码 就像这些那个RFID的这个卡 MIFE的这种卡 像UO卡之类的东西 它防止破解主要是利用大的直速的这种特性 其实后面很多的就是数学的特性 所以直速的这些找一个非常大的直速 或确定一个非常大的数是不是直速 其实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在这边演算法也觉得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好那老师在这边补充的只是说 即使是一个那个 确定一个数是不是直速的演算法 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然后呢 就会有学者专家 他会三不五十的提出一个新的演算法出来 那他就证明他的学术研究成就 他就会测验或是分析他的互杂度 那真的特定的按那个特例 或是general的一个case 他们会去比较做这样的东西 好那那个流程度的话 其实你可以follow这个shutoko shutoko也写出来 其实很容易follow他 只是呢因为我们程式是比较高阶的语法 我们有那个或回圈 一个叙数里头就把什么 i等于i加1 i是不是想要有什么数值 就去处理掉 那你画成流程图 或者是说用shutoko表达出来 那碰到条件检查 那就会跑到别的地方 跑到那个标号的地方再重新执行 只是新的标号 跑到地方的时候 新的那个病 那个是指已经有算 会有不同的一个运算结果出来 好那这个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能单纯只是讲程式语言 就是将来你在程式语言的运作上头 可能有需要把你的演算法 透过流程图展示 或透过shutoko展示 那你至少有些演练 将来有机会 一些shutoko比较 advanced的issue 或是说流程图 有些比较特殊的案例 比如说流程图里面 韩式呼叫韩式 是不是要其他的画法 确实有的 那有机会再自己够输 好对于上次的三门有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上次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演练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流程图 接下来shutoko 那规划一下程序 那先强调prine number的演算法 不单纯只有这几种 有人会想说 诶我是不是从2 因为2马上就一半的数字就取消掉了吧 被2整除那就不管了 被3整除就是2月3又整除掉 5又整除掉了 那所以再来可能查验几个就好 先把一些可能先排除掉 也有不同的想法 好那是鼓励大家多思考一下 有不同的演算程序 那当然最重要最重要 你不同的演算法 你最重要得到正确的答案 如果说演算法非常轻巧 花的时间很短 可是变事结果是可能有漏洞 错的话那也不行 好so far有没有任何问题 对讲义上或是作业上 有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知道大家这个礼拜 那个考试周 大家会比较tend 我们大概可以到一个下一个三 下一个三门是一个game 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是期中考之后 所以不会这个礼拜六对 大概下礼拜中才对就好 所以尤其你这个期中考做完的时候 考试非常烦愣之后再回来 再把它补做完都可以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3.6我们要做一个打砖块的游戏 好然后呢我收录了过往同学一些作品给大家参考 你们可以下载到吗 好那顺便也给大家一些资源 免得大家还要上网去找 我们看一下这个demo 3.6plus 有三分的demo 这是大家以前同学的作品 那我们这个game呢其实是偷机取巧 如果说小时候你打过还有一些金刚砖 他还会跑出两三个球子 没夫妻啊 然后他甚至于那个搓了这个摇杆 还会速度会改变方向 会改变角度 大概三好 那我们用的东西是很简单 原则上啊你如果说要开花game 其实是要画图的 要在这个panel上头主后 画一些贴图 贴一些image的图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偷机的做法 比较偷打的做法 引用一个picture box 记得吗 那个猜拳 所以我们打算用的是picture box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game 那记得这件事情啊 老师稍微谈过这些控制项 他叫控制项 那控制项有包容器 有他的护青 所以你看这个phone是他的container 那你看每一块东西就是一个picture box 那picture box是不是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是透过一个资料结构 叫做rektangle 那rektangle不是class 那个picture box是一种class rektangle一个叫strut 是一个结构 如果说高中同学学过 strut就是我只是把那个data组合在一起 但是呢现在的strut还有行为能力 那在c sharp里 strut最主要跟class最主要的差别是说 那个data很小的时候 量很少的时候 你设法可以把它变成一个struture 那struture呢 实际上在底层的那个记忆体配置 是跟class结单不同 class因为他处理的东西 data量比较大 所以他是透过参照方式 透过那个记忆体 要dynamic new出来 才有它 那struture的东西呢 因为他其实一开始看你量 因为他用的记忆体比较少 所以一开始出来就配置出来 不需要new的 好那结果大概这样 那我们今天可能要善用 了解一下这个像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Animation 我们看到这个其中一个同学的 会有动画对不对 会有动画 然后呢会有这些那个音效 音效我上次老师稍微谈过了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同学的 这能看到有一个图形对不对 有一个爆炸图形 有一颗球 有一个bar 有一个砖块 那还有可能算几个星啊 有那个 有那个 好吧 他有分数之类的 好那其他同学的 那这个大概就没有加音效 这个你就用一个bar 就把它封起来 好啦这个就比较好 那花球上面开始花 好不懂做法 你再思考一下 比如说这些图形 我们用的是偷机奇巧方式 一个pitcher box下来 所以一大堆的pitcher box 你要拉对不对 那挡杆也是 那个挡杆也是 那球也是一样 那首先呢要graphics 要有那个图形 那图形的话是你觉得可以往上去找 就像我们上次那个猜拳 但是老师提醒大家 office的软体 可能搞不好你们国中高中就开始在用 那无论如何 如果说你有机会 花个时间把那些office的软体 用得比较透彻一点 加上你带职场上头 或者是说研究生的label里面 你的 我们通常会讲产能会比较 你那个完成东西会比较快速 而且呢有些东西你是透过它来完成的 老师这一次等一下会教大家 powerpoint 是很好画图的工具 我们会产生这些图出来协助我们做运算 那至于音效方面呢 你可以那个网路上google去找 有free sound clip 音效 sound effect 这种 clip 可以下载 那你 case 大家拿不到 老师先到时候再透过那个 广播团体也送给大家 这个这个音效也是同学作品收集过来的 比如说d 这是d 敲到状态用的 那是value 那这些音效的你其实都可以找到 那泰盘的就是wave的格式 或是mp3的格式 其实都可以 好 那这个是善用 这些音效加强那个游戏的这部分 那我们首先呢看一下说明 说明没有太多的文案内容 大概只是 有列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会这次接触到 我们第一个接触到 会是一个retangle 这样的一个strach 刚才稍微提到 好 我们一步一步来 一样把它建起来 那等一下图形我们再回来 我们先把框架建起来 上面6 ok 那很快的 你自己也可以keep up起来 那老师就一步步 把框架建起来 Visual Studio 那提醒大家 你要找对方是单内framework的 好 新专任开始 好 在这边要注意 C shop windows桌面 好 不要选第一个 第一个后面空空主眼 选第二个单内framework 其实ok啦 so far 因为我们没有用到比较advanced的控制项 好 因为上文我们是单内framework的 类别 好 那一样喔 你的学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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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好吧 他已经给 压出来一点 他已经跑走了 好 记得后面就是你的姓名 还有三门6 好 比较能够辨识 好 那一开始进来 叫mainform 那我们没有再写一个类别 直接这个form呢 本身就当成我们应用程式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不用叫mainform 你可以直接成为 那个 brickbuster 也可以 好 他其实在帮你准备一个form的类别 是指类别 以后我们会提到 它是继承自单内framework的form 那记得一件事情呢 儿子比老子强 就是说 你最阳春的form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form1 不是我现在的brickbuster 这个form1 我有各个各样丰富的人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运算 所以第一个 不要留在那地方 好吧 我故意 mine brick 你可以写你的copyright 防止别人 好吧 那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game 不能让它随意 放大大小 放大缩小 所以呢 确定 要设定下这些属性 比如说 那个start position 让它在中间 然后呢 哪一个属性 还记得吗 它的frame border 不太确定 那个名字叫什么 呃 框框 不能让它放大缩小 啊 form 这个form 的border style 不是sizeable 不是可以放大缩小的fix 但你要fix single fix都可以 好吧 确定它这样 好 那我们需要图档 对不对 我们随时可以拖到一个picturebox 过来 比如说 在这地方 好吧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那我先告诉大家 就是将来你在开发应用程式 如果说像game这东西 会有一些那个音效档 还有一些图档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习惯 回到你的专案这个地方来 这专案结构 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比较会比较方便 所以在 你看到你现在一个solution 一个专案 对不起 老师的名声没有打完 所以这是你的整包 里面一个solution file 一个专案 对不对 那通常老师的习惯 会在这地方 增加一个资料夹 那我称呼叫graphics up to you and sound 好了 我们现在只有两种 将来搞不好什么 搞不好 比如说你在设计game 那game的layout 比如说 这边都是状块 这边都是状块 这个是一个敌人 一个 符称叫resources 一些资源 那我们这边准备在那边 那老师的习惯 我如果说怕 网路上抓到的图 会违反那个著作权法 我自己来画这些图 画这些那个需要的这些 并没有的图 那提醒大家你可以 好我们在这边 在这个resources 我准备要准备一些图档就对了 那我利用powerpoint 简报档号 新增号 我新增一个按右键号 我新增一个那个powerpoint file 那我刚才提到 宇仲信长跟大家讲说 你将来可能 不管上研究所 或是到资厂去 我常常会跟同学讲 我们通常是研究生 你可能只写一生 只写一本论文 但是Word会跟你一辈子 Word这个文字处理会跟你一辈子 同样呢 这些powerpoint也会跟你一辈子 你如果说 花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功能 都玩得比较熟透 将来你要利用它做一些 比较分析的东西 其实你的成果就比别人好 这会鼓励大家 那老师这次带大家 就是说powerpoint 其实可以协助我们画一些图 偶要的图 不至于有什么这些那个 将来著作权侵犯的这个问题 那graphics很简单 好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所以原则上 我不是要做powerpoint 那powerpoint还有另外一个issue 你怎么让你的投影片做的 比较震动有趣 就是永远是鼓励大家多一些演练 好那那一点 我们不是在做这种标题 副标题的东西 我把本来全部空白 我在这边 有点像我们上次 在那个 Word里面 或是说powerpoint里面 画流程都要 我最主要是要画这些图 插入这些图案 这些图案呢 不要小看它 它其实是向量式的 它不是点阵图 向量式可以放大到非常大 还是非常漂亮 没有什么巨石状出来的 这种字也出来 所以利用它 比如说我们来加一个方块 那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讲的 powerpoint进来 你看到这个同学的作品长这样 那同学也长这样很像 很像 因为大家认定进来 都是这种所谓这种样式 都是这种样式 花个时间 像老师习惯我会做什么 我会去在设计这个地方 我会挑有喜欢的这种样式 这里头牵着它 牵着它色彩 质型跟效果 比如说 第一个色彩 我就看起来就非常无趣 对不对 我就喜欢说比较鲜亮的气流 我选的 色彩是气流 那你再来看一下 再回到钢宅那个 常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刚才选的气流 你看颜色 颜色这边是不是就比较鲜亮一点 所以我刚才选的是一种颜色 那还有哪些东西 再回到设计这个地方呢 这只是 那个整个环境的设定 所以刚才颜色我选的比较喜欢气流 那你有些比较喜欢灰阶的也可以 那个看你个人的style 那再来效果 效果你看by default 这个效果白就叫office 那还有其他效果对不对 看起来 我想用光面 还乳白玻璃 我要试试看 我就用乳白玻璃 好 那设定了这些界面之后 你再回来 常用这个地方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图案对不对 图案格式在这个地方 好 那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 常用这个地方 好 我现在跟 那个效果会是这样 有点像玻璃一样 半透明一样 好 所以记得一些 那这个后面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理论上是一个光块 比如说 假设说 我今天选的是这样 这是我要用的装块 装块的形式这样 看起来ok 可是你发觉说 也不太像是那个金条 那你再看一下 任何图案 这个图案都是向量式的 在powerpoint也一样 他还有哪些功能要做 他还有一些特效 比如图案格式的地方 那假设呢 因为 他的 他可以做立体的造型 不过他的立体呢 不是真的3D 他自己是2 and half D 我不知道 在机械设计里面我们有CAD 那可以通常你们现在用的 都是3D的这种builder 早年呢 要从那个2D转到3D 中间过程还可以叫2 and half D 像圆柱状的东西 其实是2 and half D 不是真的3D 好吧 那无所谓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哪些东西可以 有图案效果 图案效果这地方 有些是跟弧图设计相关 弧图设计概念 我们这边 有一个立体选项在这地方 我把它Dub在右边来 怎么过来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设定图形的格式 它就是一个图形 一边图形 那有哪些呢 它分三大类 一个是填颜色的 一个是一些特效 有导语 有立体效果的 那另外是中间插纹字 那我现在是跟立体相关 它的概念是这样 我现在只是2D 那我想要让左边的边 能够有一个圆角 我们叫Chainfer 那个倒角 或是圆角 在机械零线设计界 有这些东西 同样这个概念 所以在上面糊涂的地方 角色这边 我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宽度高度 有横向跟那 假设我把它增到20 20 我能看到大概 不是非常明显 大概就是那个边框 会就会比较明显出来 那它是一个圆的一个糊涂 对不对 如果说我选的不是远的 是平的 它那个切面 就是Chainfer的效果 不是那个圆角的效果 还有一些 中间还有一些 加上一些那个 翠势文案的 你可以试试看 就看你哪一个 那个效果 我觉得说比较适合你的想法 就跟大家讲 假设我是选这种 这是我将来要的 我的磚块 好了 好 那还有哪些个设计 它还有打光 这个光 假如说那个90度太太白 我可以改成45度 打光的方式 就照过来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还有那个材质 往往看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需要一个3D造型的东西 不一定要借助一些Provenient的软体 好吧 那个我所谓 只是 有机会让大家多试试看 中快试试 那再来我需要一个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在这边准备好 插入 图看这个地方 那这球要让它变成珠子 就有点 要自己来有点像 好那一开始进来 我可能先 假设挑定是 偏蓝色 好你看哦 是不是有点像圆柄 好 这个看起来像圆柄 一个珠子对不对 那原始上都是在哪边 都是在按右键图形的地方 其实就是圆角的效率不太够 四个不太够 我们把它弄到20个看看 看起来比较像圆了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再大一点 但是超过一半以上 超过半斤以上大概就交叠在一起 看起来就比较像竹子 也不错 好吧 玩玩看这些图案这些特效 甚至会有阴影在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需要一根杆子 所以我们再一根杆 那可以copy比较快 你这样好 然后呢我可以选不同的颜色出来 假如这摇杆我让它比较单纯一点 我可能把它设成 好这是我设成摇杆 挡板 这种挡板 up to you 就是说你今天不假他人 不要是网路上一定找到 搞不好还有群群问题 然后再来我们可能需要爆炸 对不对 爆起来 图案 那还有什么 还有说你赢了你输了 这些东西嘛 好那我们就先都在一起准备好 比如说我们插 我们插入 同样都插入图案 然后要像量式的 那我们来爆炸 爆炸看看有哪些图形可以用 好不好 这里头很像 我们可能一直在这种方式 找一个这种东西 好那爆炸又平民方法 看起来会不会像对不对 好吧那一样我们就其实好选这种 然后再来哦 填充的颜色 我用那个渐层填嘛 预色的渐层 然后这个渐层就好几个颜色进来 那浮射方式的 浮射那方向是从中心浮射出来 好你看到很多的这些选项 那你可以再添加颜色进来哦 比如说添加一个颜色进来 那真的颜色呢 再再再设一些颜色 好 所以如果说你有美工天荤 你可以善用它制造出非常多不同效果 这些特效出来 好 那边线呢觉得说不太需要边线 那你读读看 应该是可能在别的地方 应该是 这是填满 线条 磁吸嘛 没有线条 就把它拿掉了 好 那针对填满的地方可以再调整一下 这比例范围 那小一点让它红色多一点 好 这个upgill 哎 爆炸好 再来可能就是 你过关 好 那恭喜过关 好 别忘了 文字会有特效 尤其你不要打这种细媒 看起来就淡淡薄薄 你可以加一些 好吧 凯书 大小 我是要大一点 出体 哎 那还有哪些特效 有哦 文字也有特效哦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图形的 它其实也还有图形跟文字两个模式 那文字的话你应该是 设计 设计 常用 文字在哪边 文字的特效 好 设定文字效果的格式 好 所以文字本身也有一些特效可以设 需要立体吗 这好像 看不太看不太出来了 我做一个光阴就好 揉边光阴好了 所有光阴 选一个光阴 那个有点像霓虹一样 好 大家 恭喜过关 还有哪些呢 你看哦 它因为它是下纳式 所以很完美 Copy之后呢 再加一个过来 然后呢 好 可以改变一下 你也可以再设颜色 针对 填不同的颜色 highlight它 因为你是针对文字修改颜色 很烂 这个是很烂的对比色 给大家做一个范例 不要这样 视觉效果你要考量一下 还有哪些东西呢 可能你还要加上几条生命 对不对 几条生命 还有剩下几条 好 那你也加入这种设计的话 那你可能就把最常见的生命 就是HOT HOT抓过来 那HOT抓过来 你看哦 这边就有内定的嘛 最常见是红析嘛 那你发觉冰框不够大 一样哦 然后设计的地方 稍微给它加厚一点 那么就是上面的糊涂的部分 看起来就比较圆润 这个还十个不错 更多一点好了 看看 嗯好 看起来很像一颗心 OK 这些都是向上图 我们save起来 将来你随时可以再来添加你的东西 那我们就准备把它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 有透明效果 背景是透明效果 PNG的File PNGFile它也有透明效果 那我们首先会是针对这个球来 我们就是按右键 另存成图片 好 所以这边是向量的图哦 那记得你要 储存到你的那一包里面去哦 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桌面 这是目前老师的 File的名称 里面有一包叫Graphics and Sound 准备都放在这边 比较好找 好 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好 File PNG 这个是Bart 按右键 另存成图片 那上面记得就Bart 好 那这个是Brick 另存成图片 好 另存成图片 Explosion 然后这个是Live File 另存成图片 好 PASS 破关 另存图片 File 好吧 Up to you 听到G&M生 那这种东西哦 像以前如果说大家有印象 以前音效档老师给大家的时候是 放在外面 让你Copy到目录里面去 它是继续的读档 像这些影像跟声音 它其实可以跟你的执行档 把它压缩在一起的 把它放在一起的 那我们今天可能稍微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想法 不过 我们以前的图档呢 我们图档其实很简单 都是透过Pitcherbox就进来 音效档我可能会带大家做一下 那音效档 你可以给我去找 我check一下 我看一下 South and Image 就是有一个那个网站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资源 我不太确定哪个号 不要讲好 因为时间艺术老师就不带大家去找 就是说你永远可以网络上找到一些 没有版权问题 没有版权问题 可以作为你的音效的一部分 那我是在这边呢 透过那个广播系统 我放到桌面 你可以试着加键来使用看看 不过 你那个除了你自己的Notebook 才有音效卡 这比较忙 我把那一样 这这个几个音效 也是同学从网络上收集下来的 我透过这边给大家 一二三四有四个Wave File 好 那它应该会到你的桌面去 就Game Over Pass Dim Fail 试试看 所以你查一下 查一下你的桌面 应该有四个音效的 你可以直接拿来 把它Copy一下 放到你的这个目录的里面 好 所以所有东西呢 都放到 图档号 包含呢 原始的这个 PowerPoint File 原始的PowerPoint File 多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就比较好找 那四个音效档 如果说你桌面抓到 就全部放进来 好 所以初步大概 我们这些资源已经够好了 那坦白讲呢 其实是四张号 如果说你的是非常复杂的这种 比如说2D的动画的这个Game 你的图档 我们称为叫Sprite 档案非常大 它通常会精 会精算一下需要的 那个解析度大小 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庞大 有些解析度都是非常庞大 那甚至会把一些硬具画 全部浓缩在一张 一张 BinMap里面去 然后透过一些举行去 解析解析图出来做动画 那个实际上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可能不太可以这些 但是呢 有些东西 好吧 就算了 我们就Lib Day 我们不再 也就是说你可能这些 从PowerPoint 那个直接存成 那个图片档 你还要修整一下 因为 通常旁边可能像这个光阴 光阴旁边还带了非常大的空的尺寸 在那地方 会影响到你的大小 不过这样说话看起来是OK 好 那我们有这些图表的时候 我们就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怎么样做那个剪刀石头布的 Pitcher Box 好 所以回来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面缝 我们了解一下 当初呢 这个电脑是帮我们怎么写成 我们抓了一个 注意看 抓了一个Pitcher Box过来 抓一个进来对不对 好 假设我是要放球对不对 那我可能调整一下 放个大小 这是装了我的球 OK 那我特别 我没有特别的声明 就是Pitcher Box 1 这样我们还没有真的用到 好吧 我们打一下 OK 谢谢 刚才把它停掉 好 所以我们拉了一个Pitcher Box过来 命名 因为层次要跟它实作 PCB Box 1 对不对 我们就PCB Pitcher Box 这是Pitcher Box 这是Pitcher Box 这个是Pitcher Box 所以如果说你有印象 我们是这样拖来过来 然后要设它什么东西 设它的Image 对不对 设它的Image 那Image在这地方 那我们点它 我们还没有玩这个东西 就叫支援档 我们是从本机支援里头去抓 就是电脑里面哪个地方有图档 我就抓进来 那汇入进来 所以我们就汇入 选汇入 好 那就跑到你的目录 你的Graphics & Sound的目录里面 跳到一张图 这是Ball 所以我把Ball抓进来 拖进来 拖进来 好 那既然说 你怎么没看到 事实上有了 它非常大 你看它拉拉拉就非常大嘛 我们知道 还记得吗 所以当然我们要设定它什么属性 好 所以最终号 PCBall Image设定进来 然后还要设定它一个什么属性 叫Size Mode 还记得吗 Size Mode 我们让它Strange Strange Strange Image 好 它就摆进来了 看起来不错哦 因为这个球是透明的 这个铺档是透明的 然后呢 透明进来是刚好球呆的地方 好 那背后有什么东西 背后来看一下 背后我们看一下城市 真的你要 因为我将来这个砖块 你要说50个砖块 你要一一拖拉拖50进来 是受不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 以前是这样拖拉进来 这部分的城市 我想用城市把它实做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VITUSER到底 怎么样把一个那个BitchBuds 拖拉进来 好 你看哦 我们拖拉进来的时候 在这个Design C-Shop这个地方 观察一下 听一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一定 城市某个地方有些东西 才会run 只是他一直帮你做了 所以你不知道 这次我们要了解一下 在这个Brickbuster 这个Cluster里面 事实上加了一个Data 你看到没有 这个韩式啊 外面的地方就是Data 所以确实这个类别 有一个Data叫PCB4 是一个PitchBox 所以这是物件名称 刚才我们取的名称 类别 其实拖拉过来 他就帮你写 他知道是PitchBox过来 那还要写哪些东西 你拖拉一个进来 不会马上出现在那个缝里面 不会出现在那个缝里面 事实上层次带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情 你那个Ball要New出来 看到没有 PCBall 要New出来 New一个PitchBox过来 前面这些名称是因为Namespace 就是那个又错又差 其实你可以 Namespace用了之后 直接可以打PitchBox 所以首先呢 这个变数 要New一个PitchBox过来 然后再设他的属性 设他的Image Image要设成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 还要设他的Location 位置哦 好 位置就是一个点了 所以相对他的包容器 他父亲 233X的Pixel 然后呢 Wide的话是266过来 名字 要不要取是up to you 再来Size大小 宽高 所以这个点哦 这个Location是他的左上 左上方的角的位置 相对父亲的Pixel的坐标 那再来哦 是他的宽高 然后Size Mode 你看他刚才Size Mode 就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Enumeration 叫Picture Box Size Mode 他其实是一个Enumeration Enew 那你用点选的方式 你就点Strange Image 这两个要设 第一个Image要设 对不对 我知道 其实Image要设 然后呢Strange Image要设 然后再来差不多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关New这个Picture Box 是不够的 他归属到哪一个包容器 要那个包容器的一个Ctrl 看到归属到This 意思是这个Form 他的Ctrl 这个集合里面 添加进来才会出现 这Add的东西 所以层次Wise 大概就几张要写 这层次要几张要写 好 那我们理解了 我们不可能这样一一拖拉 这个中块进来 我们先拖拉一个中块进来 好 我们先再拖拉一个Picture Box 过来 可以把我拖拉一个这样 准备砖块用的 所以稍微拉长一点 那往刚才的形式 我们命名 因为这样的写程式 也要用到它 PCB Box 好 PCB 好 这个是Brick 好 这是PCB Brick 然后一样哦 设Image 那再来是什么Image 一样本机汇入是我的Brick 我这个Brick 确定 好 一样哦 别忘了 要设它的Size Mode Straight Image 好 这是我的一个方块 好 它有哪些东西呢 你可以一一把它准备好 我们先把它准备好 包含那个 那个U-Rose 这几个 Copy比较快 大家注意 因为Copy制度 它把一些属性设定 好 那这个地方 要命名 要命名 对 因为写成这样 这是PCB Bar Bar的图形呢 改变一下 汇入 都是同样的步骤 我们先把它准备好 那只是Game一开始 是有些东西不会出现 所以这是我的Bar 装块 装块可能在上面 装块先摆在别的 因为将来我们上面的装块 不是这样一个拖到50个进来 不会 我们摆在旁边而已 那将来会用到它 好 那Ball准备好 然后还有一些将来爆炸用的 Exposure 我们Copy 至少那个属性 它那个Size Mode的属性设好 那剩下 这个是Exposure PCB 好 那换爆炸图 Image 好 这个也派不上用场 现在还没有动 所以先摆在旁边的地方 那还有 那个PASS 跟那个Fail 对不对 好 一样 PCB 就是Fail Fail 那Fail图形呢 试一下 汇入 Fail 那将来Fail就是大大的给它修辱一下 所以用的比较大一点 不用担心 好 大概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讲过 就是说你从POWER POINT 那个 存档下来 旁边的 就大小 你其实要裁切一下 因为这边都是很大的一个 很大一块 那其实 如果说你有其他编辑的软图 就去帮它train一下 那你用流弹量 Copy 再来 另外一个是什么 这一个是PASS 过关的 PCB PASS IMAGE 呢 又是改变一下 差不多 每个东西都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 那特别指出谁的话 我们要先把它Visible 不好意思 先不要秀你们 FALSE 好 那当你现在看不到 就是 那我们就试着层次执行看看 编译跟执行看看 所以一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 怎么攻击过关 失败 爆炸是不会出现的 那很简单 我们就先把东西摆在那位置 先把Visible 变成是那个FORCE 他看不到 所以一开始就不这样 好 就这样 虽然间是 女间的状况 是在这样 那现在问题是就来了 我难道要这样 这个第一关这边拖拉40个过来吗 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做了 这样的话就太累了 我们留一个状况在那边 只是将来我们可以COPY它的 直接COPY过去 相反而是这样 好 可以吗 到目前有任何问题举手一下 就说我没做什么事情 程度还没写办 只是拉了几个PITCHOBOT过来 然后呢 再仔细看一下 背后的故事 是不是就是帮你写 都写在这个地方 再看一下 绝对是这样 你一定要在你的Mainphone里 已经有这个变数 每一个变数都存在 每个PITCHOBOT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变数哦 你看都在这边你看 PCBboard PCBrick PCBot Explosion Fail Pass 都是PITCHOBOT 都要New出来 都是谁来帮你New的 都在这个孩子里面 不是谁帮你添加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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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出来之后 再一个一个设定 分别它设定它属性 Image属性设定下去 Size Mode 你看Size Mode设定下来 Size Mode设定下来 Image设定下来 好 那最后最后 你要出现在这个 Form里面参与 就是要加到 加到哪边 要加到这个Form 这个就是Form的Ctrl 这个集合里面 才一席之地 我是看不到的 你东西就在New 在那个地方 没有参与演出的话 在Form看不到它 所以这几张程式 就是要写作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气质性就比较巧 我们现在透过程式 假如说有30个 30个就把它New出来 我们到 那个第六个Tubbit 会谈到政列 但是政列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玩它 那老师把这个政列 这些程式的区 区的部分呢 展示在这个地方 我们偷看一下 再回来 程式大概做想法是这样 你大概几个Raw 几列 几列 让它填满着一个那个 整个画面的左框 这样 高度 可以思考看看 因为总是有那个画面的高低 对不对 所以牵到什么 牵到你要知道 到底我现在画面 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画面的宽高多少 比如说这个宽 对不对 宽要抓到它 那我刚才提到 在那个整个game里面 其实有一个资料结构 我们趁这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要介绍一个叫Stradio的东西 Stradio的东西呢 这边 我这边有图列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我们那个 拉了很多Pitcher Box过来 假设这是Pitcher Box过来 然后呢 整个mainform也有一个方案 我们坐标体系就是 左手的坐标体系 X 左往右 Y 往下 所以呢 这个控制项 这个控制项 是不是有一个范围大小 相对他的父亲 有一个坐标 X 坐标在那边 Y 坐标在那边 他本身还有一个 width 那还有什么东西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 height 好 那一个Retangle 这是一个资料结构 这个是单内的一个 framework的资料结构 DataStradio 他其实是个Stradio Stradio就是说他 你看以一个Retangle来看 Data需要哪几个Data X Y 宽高 就可以代表他吧 代表一个Retangle 所以一个Retangle 基本之内就是X Y 坐标 跟他的宽跟高 可是呢 你去看Retangle的属性 我们现在习惯在那个属性资丸里头 设置一些属性 属性有一大堆的属性 但是那股市里头其实只有一个 比如说你的Data 假如说将来我们写程式写人 你有一个Data叫生日 出生的生日 那你会有一个属性 叫做几岁年年 所以你的属性年年 其实是透过你的那个生日 跟当下的年去换算出来 所以属性也算是你的一个资料之一 可是不是带在你身上不会改的 那不要讲以前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属性 将来我们昨天会探讨到属性的一个本质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我们Retangle 那你说Retangle在哪边可以看得到它 写程式的时候就会看到它 所以将来这个Brick会有一个Retangle 这个球呢也有一个Retangle 这个Bar有一个Retangle 这个视窗有一个Retangle在 只是呢知道结构是Retangle 它叫什么名称我们要知道它 好那首先呢 我们觉得说开始准备产生一个程式 这程式呢准备收纳 你看看你的数量 就是说你设定的数 你设定的Raw Number跟Color Number的数量 所以我们希望说产生这么多的 这些Pitcher Box Square 注意看哦 所以我们Data里面有一个固定数 你可以讲说第一关三个 第二关五个 第三关十个 越来越多了 甚至有些金刚状态打两次 才会爆掉的 只是完全Raw Number 你可以把它扩充它 那这是基本资料结构 那再来你看Pitcher Box不是一个哦 我们要Pitcher Box是 恒是一个举 那个二维的举行 所以需要用它二维阵列 那二维阵列 我们会在第六章才谈到它 不过一维阵列我们看过 二维阵列就是多号格外 这是告诉我说 我这个资料结构是 Pitcher Box的二维阵列 叫Briggs 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 将来要New出来 要分 因为我们这个Pitcher Box是物件 所以要分两层 第一个先把那个Size New出来 你看Briggs先New出 这样一个Size出来 然后呢 利用我们现在在学的或回圈 或叙述 一片立它 我们就这样片立它 所以首先从Raw Number 开始 从I至Raw开始 那再来内层是那个Cotton开始 你看哦 层次大概一张写 一个一个New出来 New Pitcher Box过来 那再设定它的宽 高属性 还设定它的XY 刚才看它XY是那个毒的 你看设定它指是Left 跟Top指出来 然后再设定它的应该是 那个 这边是 要设定它的Image 这个是 当初面Image的时候 设定一个Color 设定一个Fed Color过来 然后呢 最后要推它进来 所以我们先演这种情境 看看 先演这种情境看看 OK 好 那我们就回来我们的 层次外 就开始 怎么写我们的层次 不要Copy 我们打过一次 大概印象会比较深刻 回到我们层次的地方 所以不要管Design 现在点C Sharp 它那个是刚才我们几个拖拉过来 按右键 程式 我们要检定我们的程式 所以我们开始写这样 所以我们开始布置你的类别 一样 这个类别是刚才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我们INT Number Raw number 好了 Raw Number 好 Raw number 好 好吧 就Tap接受 但是不是只有三个 我可能一列里面要有十个 十个 那为什么设变数呢 将来你可以考虑过关了之后 Raw number 加加 那个Core number 可能维持还是这样 Up to you 好 那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 那个Pitcher Box 所以Pitcher Box 是这个类别 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是Dynamic PIC Pitcher Box 你看它 Intellicent 已经highlight 就不用打字了 那我们现在 我要设定一个 二维正列的Pitcher Box 所以直接打中括号 直接打中括号 强调 我是二维的 我是Raw number 好 好那这个再来 这个是Data Type 对不对 是一个阵列 是Bricker 那再来名字 你要自己取 这个就是 Identify B-I-C-K-S 我们叫Bricks 所以将来 你要显成要 跟这个Bricks打交道 一一片立它 所以将来的 这个Brick 每一个Brick 是透过两个下标 二维的手引下标 来抓到它 那应该大概是这样而已 那我们就准备来 你可以写一个Function 写一个 写一个 要不要写一个Function 也都可以了 我们就写一个Function 好了 写一个Function 那我们这个其实就可以把它改变进来 好写一个 写个Function 写个Function Setup Game 那你会联想 你在程式设计上 你会联想 万一有第二关第三关 所以这边是不是给我第一关第二关的 那我第一关第二关的 那我第一关第二关来决定 也可以啦 好吧 那这边只是预设 Level 那当然有Label的话 if label 那也0 好 我们试用的 我不知道我们会开始谈到 讲义里头 会有Switch Switch稍微习惯它用 然后Label进来 Switch就是多重一下 Case 1 好 假设Level1 在这个地方 Break 好 那稍微注意一下 Switch的语法比较古摸一点 所以稍微要看到规划 每个东西有一个Break Break 好 假设有三关好了 好 那第一关是什么 第一关其实我们最重要 是在设Row Number 要一点重复 Column Number 好 那Copy比较快 但是 up to you 假设我们真的有这样的 可以打好几关 我们把这个方形预设起来 将来你的层次 假如说要写比较旁边 好那假如影垫跑掉 对不对 梳头跑掉 不用担心它 我整个还乱起来 Ctrl X Cut掉 再把它贴回来 然后影垫就会自己 把你影垫的好好的 就算用那个 它的编辑器的这些功能 可以做好 好 所以呢 2等于4个 5个 5个 15个 20个 好啦 我们不可能靠这样一一拖拉 都要靠层次 这个层次 把这个整个桌块全部布起来 这想法 实际上game就是把桌块全部布起来 放进去 好 好 那再来呢 因为我们讲过对 桌块 我希望它横的把它贴起整个视窗 所以别忘了 你在写这个层次里头 主角是谁 主角就是这个form 就是这个 我现在目前的brick bust的这个form brick bust的form 其实它很多的属性资料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偷看一下 brick 应该是this就可以 或者说不用打this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物件 有一个叫做好 物件打一个this看看 叫client rectangle 我刚才讲过 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它的资料形态叫Retangle 它就是一个矩形块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视窗 这个game的视窗 其实有这种Retangle 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叫client rectangle 本身的这种是它的物件名称 资料结构就是Retangle 所以client rectangle 点下去 它是一个Retangle Retangle有各式一样的属性 你可以看 我们偷看一下它的宽度 点下去一大堆 那这个是intelligence 现在大概比较熟悉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过力区 我只管它的属性 有button的你看 一个矩形而已 怎么有一大堆的这些属性 其实这些属性都是从基本质料 换回推回来 就目前button的坐标 右边和那个这是高度 左边的坐标 location就是左上方那一点的 那个point的 知道 右边的坐标 那个width 我们care是width 比较care是width 宽度 那高度也可以 假如说高度 我们高度可能不用它 我们就是管宽度就好 好 所以就拿到它的宽度 所以它是一个矩形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拿到它的width 我会拿到它的width 对不对 我们可以拿到它的width 好 那将来这个breek 所以我们准备做什么 我们准备做什么 好 我们帮它拿掉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你可以随时点击看 再来我们假设是有一个int w 好 叫 好吧 写的右转右转 breek 的width 要看什么 要看这个corder number 对不对 10个的话就是宽度切成10块 然后呢 15个就切成15块 所以当下都是看你label 是一label 第二label过来 会决定它 那我们调出什么 调出总宽度出来 总宽度就是client retangle 找到retangle 它的宽度除以什么 corder number 嘿 将来每个砖块就是这么宽 那高度呢 其实up to you 在这边高度 我可能把它写死了 因为我看四窗大概我这个大概可能五百六百 我可能就是高度把它写死 那一样哦 你可以改变它 我现在只是设一个变数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bf range 改变它height 那我现在写死 尤其可能是30好了 你可以自己改变 每个层次都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宽度会随你的corder number 而改 那背高度就固定 好 然后再来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们就准备写层次 那假如说呢 你可能因为考虑到你的人际界面设计 因为将来 你看 你这关注是不是还要一个高度 就还要空一个空格高 空一个高度出来 宽度高度 是不是准备放那个红星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 第0个row呢 可能不一定从0开始 那这个固定距离就把固定起来 不要紧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层次怎么出来 也就是说 将来要扭出这些状况 都要设定它的位置 设定它的图片 设定它的这些size 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准备写层次 好首先呢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row number 知道corder number 我们要把这个阵列 二维阵列 BREAK先扭出来 他说你要30个 3乘以10个 那他准备3乘10个参照 要先扭出来 真的要扭出来 每个参照再去扭一个 就把固定放进来 程序大概这样 我们在第六个tabl 这个阵列会再更清楚 所以原理上是二维阵列 就是需要两个维度 所以row就开始弄出来 row 那int 指标 对不对 习惯我从row开始 r从0 那r小一点 number row 对不对 row number 对不起 row number r++ 所以最外面 我们其实从row开始跳 然后intelligence过来 enter下去 他自己会给你说的过来 那再来 E要骗力 所以每个过来 int c colon 代表colon 从0开始 c小语 colon num c++ 我们先把中话准备好 将来 每一个每一个在路上 但是之前 我们要 instantiate briks briks 我们要先把那个参照记底认得 所以briks怎么来 当你已经知道 确定 rule number colon number 这个先 instantiate briks 这个二维阵列 所以briks new 拼出来 打完new 空格 Intelligence 会highline 因为他知道 左边是二维阵列 是这个briks 所以就直接过来 所以你看到 Intelligence 升级 他很聪明 他稍微停一下 我再 试一下 new 过来 这个后面呢 其实有AI在那边 帮你看 确实没错 我还需要new picture box 过来 那多少个过来 就是roll number 过来 确实是这样 好吧 印象字都不用打 那你如果说 Intelligence 没有那么聪明 你就要怎么办 先控格 那你知道 这已经highline出来 你先按那个 type键 过来 然后又过来 那你再写你的数字 就是roll number colon number 你可以自己打 那 正过来 也就是说我大概三成十 现在这就三成十 先把它new出来 那再来这边就三成 三十个要硬一片力 对不对 注意到在这 ok 好那可以了 我们就开始了 就是 你其实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这个 好吧我们还是 让大家习惯 bricks 这样带两个下标 对不对 r跟c 所以最开始r等一零 零零这个家伙 这家伙还被 还没有new出来 因为他是物件 要new出来 好 那intel这里确实很聪明 右边他已经跑出来 new crystal box 确实要这样 好 仿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的 底下的点c那边 这样的程序 就一定要new出来 要一席之地 那接着呢 开始设定他的属性 都是点点的设定他 我们接着他设定他 什么属性 bricks 对不起 因为他是二维正内 所以rc先出来 好 接着准备设定他 点下去 back color back color back color 以前我们都是用选的 对不对 按一个右键过来 不要紧 你大胆的打一个 那个color 不用s color 是一个structure 你看他这个东西是structure 里面定义一大堆的 这些属性 可以直接用 电 gold 好了 黄金色 我们目前要定黄金色 好 再来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是要设他的宽高 对不对 宽高 所以break一样 bricks rc 的 宽 width 的时候 因为那个这个pitcherbox里头 宽高 当初以前我们是直接拉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要写成 之外一写出来 我前面是不是已经算好了 bricks width 已经是全部的宽 出于那个 就直接把他设定值下 共用 大家都一模一样 都是一样这个宽度 那高度呢 bricks rc the height 上架镜也可以 international shoulder 上架镜 你就直接打最后 semicide的把他结尾起来 宽高 那还有位置呢 比较重要是位置 那位置上来讲 就xy对不对 但是xy只是让你看而已 唯独 你真的要设他的left 左边跟右 跟上面 所以bricks lab 可以设定他 再注意看一下 我现在看他的提示 对不对 他的属性呢 他可以有get 这以后我们那个 以后也会用到他 也就是他你可以得到 现在目前的lab的值 也可以设他的值 如果说你点他的x 你看他x不能设 点下去 因为他都有x的坐标 我没有看到x 他只有lab 对不起 所以lab 所以lab可以看到 那个 lab设成什么 好 你就规划一下 我们其实要设他的什么坐标 左边的坐标 左边坐标 x是不是等于0 有一个的话 这个是他的column column 是不是第0个column 第2column 第2column 第3个 那第0column 是不是0乘以那个这个宽度 第2column 是不是1 一倍 一倍的这个宽度 哎呀都很单纯 所以我要设定 这个lab左边的坐标 还设定top的坐标 是不是跟这个排行牢记有关 好 所以 大概再追一下 所以他的lab等于什么 等于 跟我这个column 跟这个ccolumn 有关 ccolumn有关 乘以多少 乘以break the width 对不对 你看 所以这个变数 所以我第0column 大家都知道那0 第2column 已经左边是有一个嘛 所以他不一定有宽度在那地方 所以不难理解 lab是这个样子 那top呢 那假如说这样的同学 他中间要给他一些空序的 你可以自己写成 自己试试看 他的top c 不是c 就是跟若有关 对 跟高度有几个高度相关 跟high 对不对 那我们希望刚才讲过 希望上面留一个空白起来 放一些爱心 放一些分数 对不对 所以呢你可以再给他加上 比如说我把鞋子固定成50个 固定成50个 就错开50个 所以这个break的宽高 大家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先试验一下 看一下 这个break 这样没有用 这个break没有 要加到哪边 加到刚才讲 加到clone control里面去 不过我们先看看 先体验一下 有没有事情发生 是一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韩式没有呼叫 你注意看 所以break buster 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来呼叫自己 呼叫slap gain 给他level 1 所以这个初始的时候 这个建构韩式已经level 1 所谓的这些控制箱 已经new出来了 那接着执行我们这边的程式 所以整个程式的逻辑大概会上过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程式的走法 趁这机会大家熟悉一下switch的这些走向 我这个中断点在这个地方 那程式变异直行 你可以自己追追看 那这个initial是就跑过了 那这个setup也会跑进来 所以一开始进来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四双还没秀出来 四双都还没秀出来 那你看一下level是1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会怎么跑 他先查看这个level unf10 unf10 就跑到这边来 所以number等于3 colon等于10 好下一行 break你看 他需要一个break 每一个case需要一个break 碰到break 就是脱离这个break switch的叙数 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看出宽多少 油表进来 偷看一下wood是多少 600 我刚才拖拉一个600 colon是多少 colon是10 colon是10 10块 一行10块 所以break width是多少 一个break width将来是60 60个pezo 高度我们写成30 60-30 好那你看哦 这个程式 程式的模型上break 是二维正列的一个break 最开始是none 参考行别 new出来 new出来之后你看 3 乘以10 注意看一下这边 3乘以10 所以break就有一席之地 但是一席之地 不代表那个image new出来 他确实有00 010 这边都准备好了 每一个是pitcher box pitcher box 还没new出来 所以每一个都还是none 那接下来进来的时候 我们才1过来 首先呢break rc 00 对不对 像r等于0 c等于0 好 new出来了 new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再偷看一下bricks 偷看一下bricks 你看第0的已经new出来了 已经new出来了 展开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设了什么属性 设了那个 还没有设属性 有一些近的属性 那back card 那由必来进来看 已经有black color back color是一个灰色的 有点灰色 那我们把它设成gold 执行过 再回来看一下black bar 那个black 那个back color 这个是黄金色255 2150 rg 成分大概一张 最高是255 好 好 那个wind 最开始是100 那现在设成那个60 所以wind是60 30 好 左边 左边0 右边0 好 这样过来 那下一个 你看下一个是c等1 c等1 所以同样的哦 它的lab多少 力就变成60 所以我们要程式跑完 继续哦 就debug一阵子之后 那跑完 你们东西秀出来 没有啊 刚才我讲过 没错哦 你有这个物件 new出来 没有加到 没有加到我这个 这个phone里面就是 没有办法参加演出 所以记得 在这个回键里面 东西new出来了 参数设定的 要加进来 加到谁 加到this 我故意把它写this 其实可以不用this 有一个叫controls t-r-o-l-s control 它是一个集合 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阵列集合 你要呼叫它的add 要把这个break加进来 才会参与演出 所以目前的break 位置都桥好了 这个peterbot都已经new出了30个 然后呢 背景色 我们准备把它秀出来 就才会参与演出 好 我们blackpoint就拿掉了 就让它直接跑完 好 这边blackpoint稍微把它拿掉 直接跑 好 那个 那个 都已经秀出来了 那你说这个底色变成这样 看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中间的 中间有把它隔开 所以你就一个紧贴这个底色 底色底色全部塞满 不过已经出来这样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用底色 对不对 我们准备要换什么 我们每一个peter 准备偷偷拷备一下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 我们是不是设的image 在那地方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每个break 的image 跟它长得一模一样 好 这就是绝效的地方在那边 所以不要设底色 我把底色拿掉 把底色拿掉 把底色拿掉 那我真的要做什么 我真的要做什么 我真的要做bricks rc 我要设你的image 对不对 那意味你怎么来 诶 我现在其实程式执行到这边 我有一个物件名称叫做PCB Brick PCB Brick 我是那个bricks 好 我就可以叫做PCB Brick 它是不是已经有贴了一张贴图在那边 它的image 拷贝 一个图片 大家共用 没有必要在每个东西有一个物件那边 这个是参照的好处 参照的好处 不设在那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事情 那你用image说 你还记得吗 要设size mode 对不对 所以再来size mode要设定的 所以bricks rc the size mode 好 Intellisense已经highline了 Intellisense highline之后 我就不打 我要设这个size mode 所以你直接打一个等号 好 那Intellisense 它会调出这个所谓选项出来 你按一个空格键 按一个空格键 Intellisense 會highline 因为这个size mode 这个属性 它其实是一个enimeration 因为就是一些选项 固定选项 它的选项名称叫做picture box size mode 你直接按点去选它 下一层就是到底有几个选项 它就秀出来 这就是以前过往你是直接从那个属性四川里 用清单方式点下来 那事实上写层次就是你要选定它 所以我们叫做stretch stretch image 好 设定它 所以我们这次呢 不是用back color 我是要贴image 然后那个image 刚好边边有一些空格 所以感觉上会隔开 那么层次再执行看看 好 好 音乐也有一个空格隔开了 只是空格感觉上比较密 你可以将来把那个视窗带来再调开 好吧 So far 那ok 那个 那你 好 接着 所以事实上最开始说 我们一开始连这个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大家看不到 所以我们在最后最会简单的修正 这个家伙呢 一样喔 最开始也是 其实它的任务呢 其实是把图藏在这个地方 让我拷贝程式用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visible 这个brick的visible 也把它清除掉 false 好 所以程式一切好像一开始准备好了 就可以准备完了 我们看一下 可以 那个取格手 注销或是老师过去帮你看一下 那程式没什么 只是就是 我们要把那个setup 这个准备好 而且我们这准备 本身的矩形的宽高 那总是要归属到谁才会秀出来 那我们最主要是归属到这个controls里面 这个controls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mainform 这个mainform 这个form物件 有一个属性 它专门收入了所有在我身上所管理的这些控制项 所以等下加进来这个地方 那才会出现 那才会出现 那将来如果说你不要 要把它移开也可以随时 把它从这个control流把它移除掉 就ok了 好 好接着我们要让那个球跑 对不对 那球在跑的时候它有一个速度 那我们现在xyz 所以我们可能先先假定说 这个速度一样 它都是变速形态 像我们刚才run 那个roll number corder number 将来过关的话 你会越来越复杂 将来速度你也可以 越跑越快 第二关第三关的时候 那球速越快 那总是要有一个速度 所以我们速度的东西 准备也是int 然后呢 这一个那个x speed 你可以想想看 你现在萤幕大小 你搞不好是4K的 就稍微让它大一点 那我现在这是一般的Full HD 也许 我让它每一次跑个5个pixel 好了 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y呢 y speed 好不好 是5 那这样就走成对角线了 稍微小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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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x speed 那那个y speed 好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 这个 整个游戏呢 会牵扯到一个动画 就是每个画面会切换不同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产生这个变化 来说 那个目前 目前的ball 好 你们看一下 这个ball是一个控制项 刚才讲过 我点它 目前的位置 x座标带的地方 y座标带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location 有一个东西叫location 这个相对它的包容器 它的父亲 有一个叫location 320 337 对不对 我如果说把它往左移动 来看一下 106 337 所以呢 它是透过这个location 注意到location是一个property 未必是它的data 我们可以设它的xy 或者设它的那个level top 就会改变 就会让它移动 那我们准备说按照速度来移动它 可是呢 我们总是要启动它 或者是说 开始游戏 或是不游戏 对不对 所以通常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等于是事件来触发这整个东西的进展 那每一个游戏过程的每个进展呢 其实每一个画面要调整 就是说 每一个相关的参与演出的game的成员 依照设定状况下它会变化 那变化呢 就是将来呢 可能位置会变动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做动画用的 就是timer 好 注意看一下在工具箱这边有一个timer timer不是一个控制箱 不是可以有视觉效果控制箱 它只是协助我们在那边后面 背后按马表 说30分之1秒到 30分之1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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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了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定用这个事件 你要做什么 我要更换场景 每30分之1秒就是一个画面 我要更换它的位置 对不对 好 所以 所以我们把这个那个timer timer 拖拉一个进来 就是我们准备有一个timer 物件 拖拉进来 拖拉进来 它不会出现任何东西 因为它不是一个graphics的user interface 它不是 它只是一个物件 协助你做运算 所以内定名字叫timer1 好 一样它有属性 那一样名称 tm 好 我称了tm game 好 这游戏的timer 那timer里面呢 刚才讲过 30分之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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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10分之1秒 它靠什么 它有一个interval 这个属性来设定 读读看哦 每毫秒 每一毫米 100毫秒 发生一个时间到 时间到 时间到 时间到的事件 好 那所以内定是10分之1秒 100嘛 100个毫秒 那如果说我们要30个 30个 1秒30个画面 也就是每 那个30分之1秒 产生一个事件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给它30好了 33啊 33 33个毫秒 好 100 OK 好 那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它平均33个毫秒 33毫秒 就给你 产生这个事件出来 那最重要最重要 定用这个事件 在这事件 你要变更我的画面 对不对 所以怎么定用事件 你看哦 timer 设定它的属性 那另外一个属性叫什么 另外一个属性叫做 另外一个属性叫做 enabled enabled enabled就是初跟false 最开始没有启动 这个马表没有按啊 马表没有按 就不会每30个分30分之1秒 给你一个事件出来 所以这个将来我们几成是会操控 这个enabled 起动马表 游戏 启动 暂停 暂停 画面就停它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马表 的这个enabled 来启动 暂停 其中暂停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定过它的事件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有一个enabled的属性 那再来呢 interval我们就设定了 33就是那个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事件 一种事件而已 非常干脆 就是timer 这个事件可以用 就tick 时间到 那我们定用这个事件 好 我们定用timer game的事件 这个地方 那这个事件要做什么 就要变更场景吧 我的那个ball是不是位置要移动 它有速度啊 它没有死掉的话 它速度就要移动 所以这时候我的那个ball 我们叫的是那个PCBball 对不对 好PCBball PCBball哪些东西 点下去哦 点下去它有一个那个enabled 另外我们看它属性 把手的属性 属性里面有一个left 看到了哦 是不是它举行方一个left 还有一个right 也就是它x坐标跟y坐标 我们可能看不到x 它就是看不到x 只看到它的left 所以它的left呢 加等于习惯了可以吗 speed 对不对 对不对 x是这样 所以每一个画面 每30分之1秒画面道 我们就是跑这个速度嘛 所以刚才的规划是说 30分之1秒 那个速度呢 是那个 每30分之1秒 跑5个pexel 30分之1秒跑5个pexel 30秒跑5个pexel 好 同样的呢 PCBball 的top 好 top top 跟y对也是加上speed 这样过来 好 所以 所有的脚本 都会在tick事件 我们现在目前只是 先控制它ball移动而已 那 这个timers 会不会启动 我们这个中段来 期待看一下 中段来看一下 层次执行 有没有进来 这个timers 这个tick事件 从来没进来 刚才我讲过就是 有一个enable disable by default enable 是false 所以我们想在哪 我们想说将来 滑鼠一点 一点 click 再click一下 启动 click一下暂停 好 那我们说要定用什么事件 我们要定用这个form 的click事件 好 注意哦 点这个form 给它点其他一个 那我事件这个地方 如果你快压了两次 内定是load 整个form load进来 解决的时候 我们点这个form 我其实要定用它的click事件 好 找一下click 好 click事件 好 所以Blickbox的这个form 的click事件 double click 好 那我最主要是什么 我的timer 叫什么名字 tmr tmr game 刚才讲过它有个属性 enabled 等于什么 true 或false 可是我就是这样 这可以理解吗 因为enable本身是 布 布林变数 not下去 就缓向了 所以如果说它的enable是true 经它下去就变false 或者再写不进它本身 切换 我们说要切换 togo 把那个true跟forse 每一按每次一按每一按 就切换 切换 好 那我们刚才设一个中段 也在这地方 tmr在这地方 刚才没有进来 那我加了一个click事件 这边可以启动这个tmr 就是tmr的quick事件 好 我们程式执行看看 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执行 对不对 所以tmr一直没有进来 所以这个事件还是没有进来 你看这个程式没有进来 对不对 好我现在在mr quick 好进来 事实上这边这样程式有执行 那进来在这边 好 lap本来只是多少 164哦 要加多少 加5对不对 这个270要加多少 加3对不对 好 那就开始执行 好 那你们要看到 我执行 我压了一下执行 那又进来了对不对 因为30mr就马上 一直持续进来 所以没有机会看到他 我把breakpoint拿掉 好 那我把breakpoint拿掉 好 那我让他继续执行 好跑跑走了 我到中间执行室看看好 所以这里有动画就 动画就产生 所以动画 我再看一下 动画怎么产生 需要一个time 需要给我一个事件 那个间隔时间到 间隔时间到 间隔时间到 在这事件里面做什么 做一个移动位移 好 这样才会出来 好我们程式执行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看看两三是不是 所以压一下就开始执行 再压一下 停掉 对不对 我再压一下 已经把那个time关掉 对不对 所以那时间到时间到时间 我再压一下 再继续执行 跑掉了吧 当然跑掉了 那那个 我们稍微把那个 Y方向弄一下 负的回来 至少往上跑 Y的speed应该不是正的 Y的speed是负的 往上面跑 要去打砖块的 没有往下跑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样 所以呢 你现在的间的逻辑 就是五层次在run 然后呢 透过 透过滑鼠启动它 往上跑 好 持续往上跑 对 那你不会折回来 你们看到 奇怪 我的球不是透明的吗 怎么 方便还这样 那个没办法 因为我是控制向 稍微那个 好 那所以逻辑大概不会这样 对不对 逻辑是说 原则上我们这个框框夹道 希望让它能够 bounce back 回来 对不对 让它弹回来 我们怎么知道它弹不弹回来 我们看来讲过 这个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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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left 跟top 稍微注意看 它举行框 所以它是一个pitcher box 有left line 那都更新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检查 if 我们要那个 bouncing back when 我们要缓弹回来 当碰到右边 碰到左边 就让它到处跑 对不对 所以要做这种逻辑的判断 所以我没错 我改变了left 改变了top 是我改变了这个ball 右边的坐标 跟任何的坐标 所以我们先检查 if PCBball the right 最右边最右边的坐标 别忘了整个坐标的体系是 跟随这个form的左上方的脚开始 最左边 所以它的右边 它如果说这个ball 右边已经跑到我这个client rectangle 我这个视窗宽最多800 那你现在已经移到那个800 外面 要做什么 要弹回来 那怎么弹回来 也很简单 弹回来就是 Y speed 等于 对不起不是Y X 我们先管X speed X speed 因为这是轴向的 X speed 等于什么 是不是这样 我不管你原先X多少 500 现在变成who的500 那who的500就是往后走 那who500之后再变正500回来 就是你们这样跑嘛 所以当这个right大于它的时候 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写完 还有什么时候 你的右边超过这个范围 你的左边往左跑的时候 左边跑的时候 D于0的时候 所以再来或者 或者 按一下个案 PCBball the left 左边 靠到边了 已经往左边 the left 是那个小语等于0 这两个状况 左边右边三下 同样的 这个是X走方向 那是不是Y走方向 我们先把它保护起来 至少让这个球在 我这个框框里面滚 不会跑出去 那都是利用这个Ball里面的 后面那个Betangle里面的 左边坐标 右边坐标 然后来设定它 好 Copy比较快 但是要注意 你要改对 再来 现在属于Y方向的 Y方向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属性 PCBall有右边 左边 对不对 然后再来 这个就是 它的Botton Botton 就是 屁股下面的坐标 因为每个矩形框 在它父亲里面的 坐标体系 总是有这些坐标的 假如它Botton 大于 Client Retangle的height 所以 一样 我这个Client Retangle 也有它的高度 宽度 好 好 然后呢 Botton的top 就缩回去 再等你 我是改变什么速度 改变Y速度啊 所以这边呢 这个程式里面 就会体验到 有一种Toggle 就布林的变速 把它变进套下去 那速度呢 要反向 很简单啊 就是 加一户下去 户户得证 再来就又变户有证 好 所以这几样程式加下去 别忘了 别忘了 这个函式 30分之1秒 就执行一次 30分之1秒 就执行一次 东西一直在跑 一直在有 所以Game一直在执行 只要 只要那个Timer没有说暂停 它就是反过跑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 上下组织都加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以马上下去 所以Quick下去 就开始再走 好 可以吗 好 好 OK 你的球已经在那边滚了 那我们这是最chip的Game的开发法 就是利用这个控制项 真正的Game 不会这样 真正的Game是你要画图 要贴图 就整个画面一直在反过画 反过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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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来 我们要准备什么 我们可能要那个 磚块 对不对 打到磚块 所以磚块要 你看别忘了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矩形框 所以我在那个奖音里有提到 这矩形框 还有一个东西要查验 有撞到磚块 我要让它磚块 变成不见 对不对 那加一个音效下去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再点一下就暂停 再压一下就继续 可以吗 有没有任何问题 有问题就举手一下 朱家在这边可以帮你看一下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方法 你可以自己确定一下 可以走 好 那再来我们要 都在哪边 都在这个逻辑里头查 所以帮大家加一些注解 就是 变完了 再来是我要看现在位置 有没有撞在一起 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tangle 再提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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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gle Retangle 是一个那个 微软 单列分有一个里头 一个Stra 你如果说 要知道它的用法 我们打完这个Keyboard 之后 还按Double Clicked Double Clicked 按F1键 这个在我们软体页里 传统的Convention 就是如果说有求助功能 F1是内定的求助功能 那我这边Double Clicked F1 F1求助 那你看到 有那个 Browse的话 他就 他就 搜出来 就找到这个地方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任何问题你碰到的 譬如说 我这个Pitcherbox有问题 按F1 他会去网络帮你找 找到 就Pitcherbox 类别这个类别怎么用它 所以 范例 甚至一些范例使用方式 透过这个求助 可以有效很快速的找到 这个议题相关的对手 所以Retangle里面 那个INF1键 求助 你会秀出这个Retangle的结构 Retangle结构里面 告诉你有宽高 的这些 这些资讯 然后还有哪些 建构函式 类别都用出来 或者它产生出来的 建构函式 就是你透过这个产品给它 就一个东西就出来了 还有属性 你看叫属性的设定 你看有Button 刚才看到Height Left 甚至还有Location 就是一个Point 左上方的角 是一个点 所以它这个Location是一个点 Right 还有尺寸大小 包含的框跟高 Top 还有XY 这个座標 那还有Method Method Method在哪边 我们看一下 Method里面 你可以查验 你这矩形块有没有包含一个点 那很好用 加上滑鼠要点一个家伙 我XY 座標给他 他就告诉你 这个矩形块有没有点到 所以要多Explore 这个刷久他的这些功能函式 提供功能函式 那我们有一些是那个 我看一下 方法里面有没有静态的 好 有一个叫Intersect Intersect 你这个矩形框 跟另外一个矩形框 有没有交叠 我们现在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我Ball 如果说跟一个Break 撞在一起 我要把它K掉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样子 All right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Intersect 方式要给你用 好 那这个函式你要看细节 点进去 再说明快点 点进去 这个那个 Intersect 这些东西 对不起不是Intersect 只是说 把它找到焦点 Is Intersect Intersect with 对不起 Intersect Intersect with 另外一个叫 判断 判断 这个才是判断这个 是否也是一个Retang的交叠 Intersect with 所以它Retang 不明回来给我们 也就是说 我目前是一个矩形框 好 我要跟另外一个矩形框查验 如果说有交叠 那它会Retang出回来 好 那我们就查验 所以我们回来继续 回来这个 逻辑这个地方 好 那再来 因为你球在运动 所以你要针对所有的 一查验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 这个Brick查验 那针对所有的Brick 就是要两层回签 要从两个波路回来 所以跑不掉 就开始 4 int Raw开始 从0开始 Raw 小语 Raw count Raw num 好 也就是一一查验 好 好 主角是谁 主角就是Brick 二维正列名声 代量消标 R C 就是这个家伙 好 那你说 这个Brick 这个是一个Pitchbox 它的矩形框在哪里 这些东西矩形框在这个地方 在叫Bound 所以Bound 所以Bound 就是目前这个矩形框 这个那个Pitchbox 它的Retangle 它的外框 它的外框 好 那我要找谁的外框 跟这个外框比 当然是找我Ball 这个Ball的外框 跟你的外框比 所以在这边 回查案 找出Ball Ball PCBall Ball 的Bound 可以理解吗 你两个都是Pitchbox Pitchbox 有一个属性 就是外面框 就是Retangle 这个Retangle 所以查验 我就呼叫这个Bound Intersect 你看 Intersect with Intersect with 好 我针对第RC的Brick 跟你查验 If 它是True的时候 If 你也可以等你等你出 但其实没有必要 你也可以等你出 其实本身呢 其实它就是个不影子 比特别的 就是不影子 假如是True 就是True 所以PCBall Intersect with 这个家伙说 怎么办 爆炸 我让它爆炸 加音效 让它不见 三件事情要做 好 那首先呢 音效 等一下 我们先把那个爆炸图 秀出来 可以 把那个爆炸图秀出来 爆炸图放在哪边 爆炸图放在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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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B里面 好 假如说真的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 hit 不是外面 if里面才是 好 那那个 那个 shall pray sound invisible high bree 如旗大家知道嘛 所以对不对 就是我两个插在焦点 我就要做这个 好 那我们怎么样 把expulsion 调出来 第一个 PCB 还记得吗 PCB explosion 这个家伙要出场 那当初visible被它不见 对不对 要把它秀出来 所以它的visible 要变成True 对不对 那没错 这爆炸图要秀出来 但是位置是要移到我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爆炸至少要移到这边 不要在那边 因为你是放在这个角落里头 爆炸根本 限制不符 怎么偷偷的把它拨拉过来 怎么把它拔过来 PCB expulsion 刚才看到一大堆属性 别忘了它也有lab 左边 它有一个叫location 它有个location location就设成 比较偷懒 就设成我现在的location Zero location 跟Ball一模一样 或是叫Brick 我们跟Brick一模一样 B-I-C-K-S-R-C the location 你看每个家都有一个location 因为它就矩形框 矩形框总是有一个相对于我父亲 坐标体系的location 的那个starting point 左上方那个角的location 所以它 然后 那秀出来 好 那我们还缺一个那个 缺一个什么 缺一个那个音效 等一下再回来 Brick sound 那最后让它不见 怎么让它不见 Brick Brick R-C 一样嘛 它的visible 打完了 对不对 就变成force 好 所以我们会这样的一个查验 好 那你们再看一下你的逻辑 不要讲我们先试试看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问题是我们再回 一一回修正我们的逻辑 所以我们现在的逻辑 再回忆一下 Ball的速度先设定好 Ball的XY速度都已经设定了 然后 再来是一一查验 现在Ball的位置 有没有撞到任何的状块 有撞到状块 就把那个拖过来 Explosion拖过来 然后呢 音效还没有加好 那当这个Brick 变成不见 我们程式执行看看 那注意看一下 我们现在启动之后 好 好 转过去这样 对不对 爆炸也有被人在走 可是你看爆炸还在那个地方 看起来就很假 不是爆炸那么久了 还在那 好啦 第一件事要处理爆炸 下次进来不让它不见嘛 对不对 一开始进来说一定让它爆炸图不见 爆炸图是秀在那地方 好 所以第一件事先把爆炸图处理掉 Ball怎么怎么处理 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爆炸才秀出来 对不对 这一个Explosion Visible出来 所以只要任何 时间到 那时间到 就先开始说 我先把它 不混青龙罩 先把它隐藏起来 可以吗 也就是它只秀那个一次 下次进来就不见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那个 PCB Explosion Visible 再把它隐藏起来 好 这样至少解决一些问题 那首先 老师强调 我不会把所有的这些 REALYCE的东西写完 你要去思考一些 如果自己把它做得比较远 照理讲 撞到一个状况 会不会弹回来 好 好 至少不见了 爆炸完之后 它至少不见 它就不见了 所以至少目前是这样 好吧 我们先把 你们看到 还有逻辑错 为什么会这样 想想看 为什么这样 都没有 都不见的东西 你还在那边爆炸 因为你逻辑 没有exclued掉它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都没有 为什么还会爆炸秀出来 电脑不会搞 不会搞错 电脑不会搞错 你再看一下 右边已经没有砖块了 可是你看 撞到一个状况 还持续在那边爆炸 为什么 逻辑没有写对 我们要让它爆炸 什么 我们要先查验 那个交友有没有存在 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逻辑在哪边 这个逻辑插在这地方 你说查验它有相撞 为什么要查验它 大钱也是要 它存在的时候才查验 对不对 要存在的时候才查验 不是不分金融再来就查验了 假如现在brick bar 已经上次被打掉 你还在这边查验 好吧 就把逻辑加进去 大概就这么回事 逻辑再加一行 有些人比较古怪的 架在外面也可以 都一样的概念 我现在架外面给大家看 if 这个brick rc 它是visible 它是要visible才这样做 点下去visible 就可以 你可以visible等于tree 其实不需要这样 所以真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这整包才有 你可以分成两层 坦白讲 你这个逻辑的话 你逻辑观点比较好 可以把它绑进来 直接绑进来 就这个条件and 这个条件and 这个条件才自行后面 这个logic wise就是你们逐渐琢磨 将来大家层次比较惊艳 就会写的比较惊艳 不过它真的是这样 所以 真的每一个 但是呢 要确定它visible 我才做这种查验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的logic就感觉上 就比较ok了 那比较近到你会把那个爆炸 秀到是什么 砖块的盖起来 我现在是帮 我们现在是有盖起来 只是 不是那么 因为爆炸比较大 好 看起来比较逼真 一闪就 下一次就不见了 他不会 不会重悟 那个 空的地方就空的 空的我不会给你检验 没有那么办 那将来 你还要查验什么 查验过关 对不对 等他所有东西都过关 你要做个记录起来 过关就攻击他 这样子要 太麻烦停掉 把他重启 那个大概这样挑战 我先把音效加进来看看 那音效这个加谎 这次老是带大家做不同的 就过往是把音效当成一个档案 放在你执行党旁边 再播放 其实很low 看起来就比较pro 那我们这次呢 尝试把音效加作成为一个支援 我们透过那个直徐进来 那我们知道 音效档要加的话 是这样 比如说需要一个 sound pray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准备好 sound prayer 就是 prayer 然后因为它是物件的东西 你记得就先可以把它弄好 我们先把它弄出来 也就是其实有一个prayer可以用 我可以prayer 所以将来爆炸的时候 在爆炸的地方 我就可以prayer 因为它是个sound prayer pray 但是没有声音 没有用 所以通常你要 你要它播放什么音效 你要设定它 所以prayer里面要设定一个什么 设定一个那个 属性 我们看一下属性 low thin string 它的string 串流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是这样讲 你看一个wav 一个web file 电脑里面储存的 是不是01001这种资讯 通常我会把这个资料 读进来成一系列的byte 01001这种资料 所以整个东西 一系列的0101的资料 那一系列的0101的资料 那一系列的0101的资料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看成叫串流 可以串流 所以你首先要设定一个串流 在那个地方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串流 东西存在 所以你首先要设stream 那等于什么东西 好 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我现在先把它 注意问一下这个地方 好 那之后呢 player 也就是有点像你这个 载入一个音效的 在play 那play呢 你将来有机会再看一下play 所以它可以有些这样背景音乐 一直往后播放的 好 那现在stream 是什么 stream 如果说我们这边是follow它的状况 叫stream 就真的叫stream A M stream 那第一个stream 我们可能是称为叫做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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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stream 另外一个expulsion 还是什么东西 音效档大概有几个 不太确定 偷看一下 也就是说这些不同音效档 将来我们要透过支援方式 一读进来 我们的音效档 大概只有Ding 还有Game Over Fail 没有爆炸 没有爆炸图 PASS 我们讲到爆炸的用Ding Ding 比较没有 好 Ding 爆炸的面震 音效就Ding 那Game Over 好我们就先把这几个布置好 所以它需要一个 回到城市这个地方来 我们这四个还没有处理 就是说音效 音效档的地方 还没有融入到我们专案里面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玩 所以我先看有几个 有个Ding 对 然后还有一个Fail 还有一个PASS 还有一个Game Over 一样 你不一定要follow 这个四个音效而已 你可以自己再添加新的 再找一些 比较夸张的 电子音效的 那原商老师现在目前 准备有四个 好 那我们现在做的方式 以前过往 以前过往 老师有教过大家音效 就是说把这个Webfire 加进来这个专案里面 那强大说 他一定要复制到那个执行档那边去 那执行档EXE 在当下执行他好 那我现在教大家是说 我把这个音效档 当成一个资源 resource 直接跟执行档 注入在执行档里面 所以在执行档EXE5 里面会有一段 是放这个音效档0.00的资料 那将来我们程序 乱说 再同时把它集取出来 也就是把这个音效的 本来是独立的档案 我现在变成0.001 放到这整个执行档里面去 这叫支援 好了 这支援里的issue 以后 老师会再跟大家再强调 现在暂时follow一下老师这边 这个 这个支援呢 它叫做resource x5 从哪边看 从这个property的地方 property是额外的属性展开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resource 名字已经确定好了 叫.resx 展开来看一下 其实visual studio 在背后又一样 偷偷帮你写程式 写在这个 底下的代表写程式 这个visual 跟资源相关 跟音效档 以后我们的图档 visual studio 后面帮你撑腰 帮你包装 大包 这样你程式很好用它 直接用它就好了 所以我们怎么做的事情 那怎么样加进这个资源 加到这个resource x5 里面去 double quick double quick resources 那理论上最常见是自串 自串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在处理这个resource x5 它这个是一个人机界面的 那个 来这边 加入现有档案 我们用档案 加入资源 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加入资源 加入现有档 我再看一下 double quick 这个ies5 这边有些选项 那个 这边有秀 譬如说你目前资源档有哪种自串 目前资源档里面有哪些影像 资源档里面还可以放一些图示 资源档还可以放一些音讯 我们怎么应讯 照理讲是音讯 对不对 所以你要放一些其他档案 有各自个案 好 那我们现在是 那个 我们要自串这个这样 我们加入档案 它自己会判断 这个档案是不是一个image 那就加到image里面去 好 那我们就回到 所以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这个 由这个 这个应用程式里面的资源里 准备加一些音效档 好 来回到我们的 resources 跟sound 这个地方来 把那四个音效档 全部加进去 din fail pass gameover 互选 我按着那个control键互选 加进这四个档案 他很聪明 他知道这是音效档 所以din fail 名字叫din fail gameover pass 我把它save 按一下save 所以我没有写办案的程式 但是我把这些资源的档案 用档案的夹照就做坏了 好 偷看 偷看一下resources.design.cs 到底 那个visour.design.cs 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进来看看 稍微复杂 都不够慢慢来 原则上 visour.design.cs 帮你maintain一个class 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叫resources 跑不掉 叫resources 那resources 它的namespace 外面的namespace 就是你那个专案的下一层 叫做properties 是一个namespace 里面帮你写了一个类别 叫做resources 那刚才我们四个档案 变成什么东西了 所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property 叫定 fail gameover pass 它就把你打包 成一个可以用的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名称 它的类型 类型 它类型叫做unmanager memory string 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别的物件 那unmanager memory string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string 但是呢 很特别的string 都可以看成最general的string 所以不用担心它 好 那既然加进来这里面 你就要做处理哦 它只是放在资源里面 放在整个exc file里面的某一段 0,0,0,0 你要先把它放到你的变数里面 这样才可以用到它 所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程式里来看 如果这些变数 定 fail pass gameover 它这个string 所以我在建构函式里面 先准备好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建构函式 我们建构函式在这个地方 我们建构函式里面 刚才我们有处置化说的东西 在这边 我们就要设定我们这几个串流 音效档的串流 所以din Ding 要设定它 这样才能够用 那怎么样用它 刚才它已经把它打包 打包放在哪 property 这个netspace里面 所以慢慢来 propert 好 这是netspace的一个图像 空的大括号 就是netspace 那个类别藏在这个netspace里下 往下头找 定下去 往下头找 找到这个类别 resources 找到这个类别了 里面有一个属性就din resources 它这里定 对不起 你可以让它tap 让它接受 好 tap 那我名字刚好取得跟它一致 没有说名字要一模一样 我可以在那边改一下 好 我在那边改一下 我在那边改一下 我在那边改一下我的变数名称 重新命名 叫din 在华主被拉不住 不知道什么名字 我要强调是说名称 名称未必要一样 所以我故意改名称给它 我现在叫din song 好吧 应该 也是这样 所以名称未必要一样 不要讲 我们就留着它 那再来呢 fail 所以我们把它准备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透过所谓的那个资源 内建的 Embedded的资源 那VC帮我们整个类别 我直接叫它fail 那VC帮我们整个类别 那VC帮我们整个类别 我直接叫它fail 那VC帮我们整个类别 就等它几秒钟 这后面AI都帮我们写完程式 好 所以你看再回来你看建构函式 初始化 我们刚才拉进去的东西 呼叫我们把第一关的弄出来 然后音效盘收入了 我就音效盘就可以播放 我们再试试看 所以回到刚才的逻辑 最重要逻辑是 时间到这个世界里面 画到那地方 所以我们play play的是它吊谁进来 他的时间在吊谁 就吊我们的din din好像非常小声 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叫din song 好 第一天上去play 所以同样的 你一个player 可以play四种不同的音效出来 就是看你的市场需求 这种设定起来 那你们这边的桌机 可能没有音效卡 没有喇叭 如果说你自己的notebook 给你试试看 好 就有一些音效 那一些效果出来 好 所以音效就是这样work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想想看 这个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比如说撞到了 不要一直往上走跑 改变一下方向对不对 好吧 我们很快的改变一下 撞到至少歪往下走 可是你再想想看 真的是往外头走吗 万一这个猪 这个滚到楼上去了 撞到下面那个 是不是撞到的点 你也要考虑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再花一个时间 把逻辑写得更完美的话 整个game看起来 就比较有pro的一个价值 那我现在只是说 让它那个 比较 稍微realistic一点 就是撞到了 然后呢 我稍微改变一下 y的速度 y的方向 可是我讲过 撞真的要考虑 上一次 跟这一次撞过来的方向 做适当的处置 我这边没什么 我这次改变成y speed 当你负的y speed 我再强调 麻烦大家花你的 effort 如果说你觉得很有趣 想趁这个机会 把那个逻辑完清楚 那其实不单紧这样 我现在都是统音 歪往下头走而已 每次打一格 可是你想想看 我不能每次撞到 就往下头走 万一从上面撞到下面 要继续往下走 就不对了 所以很多状况 你要去考虑 其实讲白话 就是逻辑大概是要考虑 从上一次进来那个方向 你要决定它怎么样撞到缓折 好 这细节就麻烦你去思考 好 可以吗 好 那再来我们就要完整的 这个摇杆要拖拉 要拖拉挡它 对不对 不让它下面没有用的这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摇杆 这个杆子 这个杆子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是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滑鼠进来 拖拉它 让它移动 它只会左到移动 我们现在知道移动 移动就是它的那个 left跟top在移动 所以我们回来 在这里头 我们要定用它什么事件 来喔 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pitcher bar 是一个bar pitcher bar 我们看到事件 这时候跟滑鼠有关 我滑鼠点进去 压下去 要拖拉 对不对 拖拉 通常什么叫拖拉 我的左键 滑鼠有一个左键 压下去 拖拉 左键放开的时候 它就没有再拖拉 所以 再看一下 这个pitcher bar 有哪些事件 以前我们最常见 是click的事件 可是不是喔 滚滚看 然后这边 看到一个mouse mouse有down down down 有up 有moo 所以我们应该定用 是定用它的down 那moo要注意喔 moo是随时在触发 moo是随时在触发 所以我们先定用它的down 事件 名字叫pcbbar mousedown 事件 double click 再回来pcbbar 这个地方 再定用另外一个事件 有定用事件 你会看到它变黑色 再定用它的moo事件 moo事件 好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 mousemoo的事件 随时在触发 只要有必要件事就触发 你注意看一下 我要怎么秀座给大家看好了 好 我这集息是抓一个控制相机 抓一个status bar 你可以放单的地方 你可以放单的地方 好了 status strip 也不好 因为你是 我做一个label好了 抓一个label 它叫label1 我只要提醒大家 我在这边做什么 这个mouse事件 我弄一个 外面弄一个计时器 cnt 等于0 等于0 只要进来一次 只要进来一次 我就cnt 就是加加 cnt 加加 我是让你知道 这个事件 pcbbar mouse事件 moo的事件 是随时在触发 所以这时候label1的text 等于计次 就等于那个 $ gnt 这样的我们的逻辑不是这个 但是我们会用到它 就mouse moore的事件 是吧 所以你看 mouse moore的事件 是吧 mouse moore的事件 mouse moore的事件 是吧 所以你看 cnt 咱们 查看一下 这事件怎么触发的 我今天定用的是 pcbbar的mouse moore的事件 mouse在这边 滑雪在这地方 有没有触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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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 他没有更新 没有更新 这个地方 起来的是我 即时更新给你看 Level 更新的东西 这些控制箱 总有一个叫refresh 有些汗是可以用 所以这只是老师验证 想验证给大家看 就是猫是木事件你要注意 因为它随时在触发当中 走 你的滑鼠进来在这里面 好都没有对不对 滑鼠进来了 你看我有移动的话 进来这边有移动 你看是不是就一直在跑了 它已经进来呼叫了好几百次 离开都没有 滑鼠进来 进来进来 进来一直在触发 进来一直在触发 所以这个猫是木事件要留意一下 那猫是当时压下去的时候才会触发 OK 那我们真的需要什么 我要让它拖拉的效果 我压下去这一点 这一点它的距离我要记录起来 那因为我会往左拖 滑鼠会往左拖拉 往左拖拉的时候 它整个这个PCBAR的LAP 就跟着我往左走 所以我很重要 当它下去 滑鼠一压那一点 这个距离我要记录起来 这个距离 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回到我的这个PCBAR 这个地方准备一个DATA 我把它称为这个叫INTBAR BAR的OFET XOFET 这样更清楚 目的要做什么 当压下去的时候 我要设定它 我要记录它 那我怎么知道多少 什么 这个PCMouseMove事件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属性是要藏在E里面 这就是事件发生的时候 额外一些information呢 这个当初设计这个事件的人 他会把东西藏在E里面 我们看一下E有哪些东西 E点下去 我没看到 这个X坐标 相对于这一个PCBAR的点到X坐标 也就是说PCBAR是我的包容器 对不对 我今天法属在里面点一下 这个点相对于我这个包容器 就是这个PCBAR的X坐标是多少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Button Button你看到 Button是我到底是左键压下去 还是中键压下去 还是右键压下去 会有区隔 所以这些属性 待会我们会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 好 所以MouseDown我最重要是抓它的X坐标 指定给谁 指定给我的那个BAR ExoSet 我要记录起来 那刚才讲对不对 刚才我这个Mouse Mode一直移动的时候 它就会 它就会一直恍惚出发这个视线 所以在这里头修正 修正我这个BAR的那个位置 要跟着我御区一通 跟着我滑鼠御区一通在走 相反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是要做这些事情 我把这个这些事情 先把它comment掉 这样就 所以Mouse Mode的视线的时候 第一个我要拖拉对不对 我要确定滑鼠的压着 我才来才来改变那个BAR的位置 滑鼠没有压着我不会做 那怎么知道 这个Mood的视线的时候 滑鼠有没有动到 就查看这个E 都在E里面 If E的Button 不是哦 不是等于 好 再来选项 你跟着我做的看 这个影片会帮你引导 E的Button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MouseButton Button的一个类别 应该是一个Emulation 对不对 一个Emulation 好 不等于 再来控格 Intellis会掉转 它是一个Emulation 你看两个狗牌的 这就是选项 选项之中一 好那我们去选项 点下去 点下去 你看哦 因为它是Mouse的Button Mouse有几个Button 就那几个Left 或者都没有压大 或者都没有压按键 Right 还有那个Center的样子 我看一下 Left Mindle LeftButton MindleButton 跟None 或是RightButton 如果是那不等于Left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你没有压着Left键 我不算数 你的拖拉一定是 所以拔主压着左键拖拉 我才是 才认为你要把这个Bar拖拉 所以当你不是Left的时候 Return 为什么要这样写 刚才老师验证过 因为这个目视线随时在出方 随时在出方 你要排除掉 那随便进来的 我不会真的做 要拔主压的进来 我才做的 才会做下面的 下面要改变什么 要改变PCBbar的 PCBbar PCBbar 左边 我要开始移动它 长度没有变更 左边它移动 那移动多少 要维持我刚才那个距离 维持我现在刚才是距离 所以呢 你现在1的那个 你现在有一个新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 1的新的位置 你稍微观察一下 刚才我们压下去 有一个目前压下去的位置 所以拖拉的时候 也有目前的位置 可是目前的位置 可能拉长了 往右拉长了 对不对 往左拉少 拉长了多少 原来应该固定的长度 所以这边有一个叉耳 这地方是看到叉耳 拉长了 就是正的东西要长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那个 PCBbar的Left 加等 要这样的安排 我再强调 你刚才压下去那一点 然后再拖拉那一点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一点 跟刚才那个 对不起 不是 不是Left 这个是刚才 Offset 这个 Bar X Offset Bar Offset 一压下去那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有记录起来 那你现在绝对变在移动当中 移动当中 可能拉长了 一变拉长 拉长了多少量 要把那个量补起来 加等于要补起来 OK 好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待会我们或许做一个中断点 做一个中断点 在那 让它缺点一下 好 好 拿到这个地方都没有触发 对不对 当我稍微去看一下 我大概可能 这边的长度大概3G 这个3G 这一点压下去 压下去 压下去 触发这个视线 所以这时候 一藏什么东西 一藏什么资料 我看一下 Button 你左键压下去的 Click一次 Data 是滚轮的那个情绪 location定在X等于40 Y的地方 也就是说那个 这个Bar 40所有的地方 你压到那一点 所以我把这个40记录起来 好 我就把40记录起来 然后抱歉 我现在就没办法 那个持续做Debug好 所以我要让你知道 我压下去 这一点就记录起来 好 好 那我继续执行 已经跑掉了 我重新来执行师 所以我压下去 压下去 我这次压下去 我就准备拖拉 压下去的话 这个资料会记录 这个地方记录是40 压着 我继续压着 那我继续拖拉 往右拖拉 往右拖拉 我稍微动一下 动一下就产生了Mouse move事件 我刚才稍微移动了一点点 我看一下 1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因为常说 你现在X变成35 那个距离变成35 说短 那Y是3 然后左键有压着 你看我左键 所以你看 我现在确实左键的压着 才进来这边处理 所以1的X是35 那刚才那个上次记录是34 不是40 刚才34 往右多走了一格 那左边的181 是不是要加那个正量1 就是要一去一步 才会跟我走 那我这个 因为反复出发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 我们试试看 有没有成功 稍微观察一下 这些逻辑 比较trick一点 我压下去 记录这个offset的点 然后继续拖拉的时候 就补充补充那个误差点 拖拉进去 好 就达到这样的拖拉效果 好 滑鼠左键要持续压着 那坦白讲 有一点比较严厌 你滑鼠拖拉 拖出这方便 就不让你拖拉 好 那是更完备 至少我可以这样拖拉 我这样拖拉可以吗 所以我放开 拖拉 放开拖拉 好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黄奔 对不对 现在有爆炸都ok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放边境 对不对 准备开放这个边境 要做什么 要做检查 要做有没有跟我这Bub相当做检查 做检查有焦点的时候 就弹回去 往外弹回去 对 也是说我们下一步要把Border开放 做这个跟Bub的检查 Buddymarch这个game 差不多主要关门就可以了 可以吗 目前有没有这个位置 拖拉先把它完成 好不好 拖拉是那个比较隐晦一点 同学麻烦你们思考一下 理论上 拖拉到这个地方 就不会再拖拉进去了 对不对 自己帮我加这些逻辑进去 老师给你们大家挑战 不要拖拉就不见了 不见了完蛋了 没办法玩了 找不到那个 我这个四窗又不没办法拉大 拖拉出去就出去就完了 我没办法玩了 所以把那个逻辑漏洞 补起来 那没有太复杂 就要花一点F 好 一样啊 左边VS出去出去就不见了 我现在没有黄奔 这边就不能再继续 这边不能再继续 甚至于滑鼠离开了 离开了就脱离 就麻烦大家思考一下 逻辑 把它写得比较完美一点 可以吗 目前有没有东西 好 接着我们准备把下面边界打开 那查看这个 有没有缓弹的机会 好 那BODER在哪边 BODER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逻辑 对不对 刚当初检验Y 哪边 撞到 速度 在这个地方 这是X速度转换 Y这边有把关 对不对 我们Y的方向就是 等于0的时候 还有屁股下面有缓弹回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拿掉了 下面的边界打开 脖子管上面 缓弹而已 屋顶缓弹 那这个剩佳一行 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精简一点 大瓜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暂停线条 我就把它写进去 最先打开 好 那这个是查看有没有撞到 那再来要缓弹 缓弹的话 应该是我们先走缓弹 先走 哪边都可以了 通常就是在这个事件 这边到事情都要处理完 Check with bar 好 那一样啊 怎么做 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你的bar 跟它相加有撞到 有撞到就知道嘛 那bar 那个bar绝对不会消失掉 就不用担心 所以copy这个程式 好吧 我们就直接打 好 如果只打 if PC PCB board board PCB board the bound 它的框框 它的bound 以它为主角 intersect with with Bob PCB Bob the bound 主角要弄对啊 就是Bomb的是Ditangle跟Ditangle 有Intersect 有撞到了 有撞到了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 Y反弹就好了 就Y反弹 YSpeed 然后你负的YSpeed 要不要定一声 好了 定一声好了 也给他定一声 那就Pram 所以一样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录一个叫 哎呦 有趣的声音也可以 所以确实有撞到 叮一声依然就缓弹回去 好 所以音效外呢 就是活动你的那个程式 所以有Bomb就是这样 没有Bomb就出去 好 开始动了 好 回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确实有挡他 要挡他了 好 没有挡他 好 没有挡他 跑出去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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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要说 你只能 你要停掉 停到GAM 对不对 要播放哀乐给他听啊 他说 那个停掉 这样 或是说 只有一个球就输了吧 假如说三条生命 扣掉一个生命 再让他继续不会染掉 好 所以呢 再来别忘了 现在GAM持续在跑哦 所以真的跑出去 你要检查 检查他那个 溜掉这种 所以逻辑继续查 继续查验 假如说是那个 反弹回去 就反弹回去 第二个生命 那再来查验 Exceed button 那怎么才看 Exceed button Ball 的top 对 Ball top的坐标 已经比你这个 Client Retangle 的high 还大 就要播哀乐给他听 那个timer 要把他停起来 对不对 好 所以 如实上 谢谢查验 If PCB Ball 他的坐标 他top的坐标 大于 大于一点好了 我们等于 还在旁边 大于这个 this 可以省略掉 就直接Client 大写开头 Client Retangle the height 坐标 已经比我 那个宽度 还高的时候 然后呢 Player the sound the string 对不起 Player的串流 已经串流改成是Fail 还是那个Fail吗 Fail好不好 Fail 播放 Pray 对不起 最重要 timer 要停掉 对不对 tmr game 的enable 不是等于重复 等于false 就是它停止 好 那 看看你是不是这时候就一颗球就结胜户了 假设老师反而是一颗球 你们将来三颗球的 三个生命的 然后你自己去处理它 假设看已经game over了 我要秀game over出来 我要秀game over出来 我现在是比较简单 一个球就结晶胜户 所以game over 那要把他抓过来 放在最中间对不对 不过当初呢 我们game over已经放在中间 恭喜冠冠 这个已经放在中间了 这个是你输了 game over 好 所以这是PC PCB Fail 就要秀出来 所以在这边 PCB Fail Visible 不要放大 不要缩小 你如果说愿意做 可以把它做成 这个在zoom in zoom out 在那边闪烁 这个可以试试看 其实就是大小把它调整而已 那个框框 就是这个矩形框 对不对 这个假如说 那个PCB Fail 你要让他突然这边 这个嘲笑他 要给他放大缩小 让他几个半大了 只是我们现在time 把它停掉了 那就 就不会了 好 所以Visible等于true 好 所以超过下限的时候 停掉timer 这个我们要加一些注解 就stop timer 这个 已经stop timer 然后press sound 然后show show那个fail 那假如说一开始呢 大家使用者又压了一个 那个screen 一切重来 对不对 但是这个restart 否则他是从头开始 所以这一game的逻辑 可能有一些peephole 还没有完成的衔接 但是呢 应该把它做得比较完美一点 通常会问他啦 是不是要重新来 重新来全部要重新布置 这一般的结果 就是你输了 好那你输了你看哦 逻辑如果说再继续click 没有用 因为现在在这个click的事件状现在是下那个球 为什么 这球都已经跑到下面 所以马上出发这些因为球现在是在下面 所以这事件马上出 所以 这个逻辑你如果说要让他回复 either way 譬如说你是不是你输了那个 double click 你可以这样思考 就是要从 要从来 要从来的时候你就要把球搬上来 把磚块补满 我们试着这个逻辑好了 那个你输了 然后我看一下 假设说我们要从来 或者是说 可能要问他是不是要从来 要不然这边持续就可以做 听人家就很奇怪 我们先不要管他 怎么要从来 就是再来过关 过关的状况 过关的状况 你思考一下 我应该挑战让你们自己试试看 过关瑜伙是在这边对不对 你查看他 这个过关逻辑会是这样 我露出所有这些bree 只要有那些还存在的 对不对 还存在的 那我就还没过关 那你可以他在这个地方打一打 这是最后一颗 最后一个状态 撞掉 那这时候马上就要攻 马上攻击他 攻击他过关 那所以攻击过关的原因就是 有一些不同做 我也可以弄一个旗标在这个地方 就假设说有东西存在 那就完全没有过关 然后 假如说这边打 我们或计可以 比较没有效率的 但是呢 逻辑都是ok 就check 就是 我撞掉一颗 那我就check是不是complete 所以我在这边就假如说 我就开始规划 我讲说 我准备呼叫一个韩式 is pass 我准备呼叫的韩式 ispass 我都还没写 这韩式没有呼叫 是pass 那这个韩式呢 你依据规划 他return false 或true 回来给你嘛 好 然后呢 你就先准夹 if ispass 韩式呼叫结果 回来结果是true 那我就是过关 所以这边是那个pass 这个韩式还没写 不过不要紧 我们到一句说 有一个韩式协助 我查验是不是 过关啊 过关其实罗解很简单 所有break 所有break visible 都变成false 都被隐藏起来 就是过关嘛 过关 我们就过了 好 那假如过关 一样 过关那个恭喜的音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 player sound prayer the string 改成pass 我们有一个pass嘛对不对 prayer play 互换音乐 然后show那个恭喜的那个 image出来 那个叫pcb pass visible 我们就是最阳春的game的写法 我们这是最阳春的game的写法 逻辑都要把它形成完美的话 你要思考一下 都只能在这个韩式处理 再回顾一下 都是时间到这个画面之下要处理 OK 那现在问题没有这个pass的这一个韩式嘛 那我们预先说有这个韩式 好 利用什么你看 然后我可以自己挡 其实我要准备一个ball 我要准备一个ball 然后呢名字叫yes pass 那不需要给我弄的东西 我就查验所有东西 我可以自己写 ispass 那你现在 毛毛虫出来 为什么里面有return 对不对 return true 好 那这永远真哦 那至少毛毛虫不会出现 那这样永远真 撞到第一颗之后马上game over 我们试试看 不过其实程序大概就这么回事啊 所以有撞到之后 第一颗马上就game over 然后就pass了 至少可以测试 恭喜过关了 那球没有准备 没有做这个处置嘛 你只播放他修这个东西 你还要做一些过关的处置 好所以过关的处置 在这个地方pass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停掉 开门要停掉 不然球继续滚 看球继续滚 所以tmr game enable False 好所以目前在眼内各种情境 那你在debug的过程表 可以 像比较像老师还没有写 先假设它全部过关 那先看一下过关 这些情境是不是你要的 好过关 好 那这个爆炸其实不是什么 因为最后一个爆掉的 所以要让他不要干脆 你想想看 有逻辑作动 我秀完之后 坦白讲是应该下个 下一次进来之后才停掉 那或者说最后一次 假如他过关的时候 这个就直接把他害掉 秀一下就马上 根本看不到他爆炸 好吧 比较kinkable 是 pcb explosion 防止他 有那个喧兵夺主 那这不是真的过关吗 你知道这个是 我们是在眼内 过关 好那 过关要写了 过关怎么写 Covid比较快 要注意 也很简单 过区域变数 is pass 内定 内定 因为我们在写这个韩式 我一个区域变数叫小写 ispass 或者是 写一个小写叫pass 我先给他true 好这时候 我们 这个 现在目前 他被快在谈这些叙述 那谈到这回圈的 我们有do fire经验 fire 可能要自己写 然后再来或 这个回圈叙述 然后会有一种叙述叫continue 一个叙述叫break 那另外的叙述叫return 这几个位阶可能老师在讲一下稍微提过 那在这边我们思考一下 逻辑怎么样 我要跑两层的回圈 那如果说我假设 这个最开始是过关 我只要碰到第一个还存在的 是不是代表没有过关 我要不要查剩下的其他的东西 没有没有必要 所以那个逻辑会有些比较精简的 你要考虑一下这个写法 所以现在假设pass是true的 然后如果说这个是 存在 假如说有这个存在 然后呢 我的小写的pass 就要被改写 就变whalse 那要不要再继续剩下的 我就会不用我可以break 我就可以break 我就可以break 那最后呢是return什么 return 我实际是return 我这个区域变数 所以我这个函式呢有一个区域变数 是pass by default是true的 那检查一下过程 然后最后呢就输出这个pass回来给你 好那这里头有去电子在这个地方 再我看一下 在回圈里面有两层回圈 那我们讲过这个break是break哪个 哪一个那个 looping的叙述 只break这个而已哦 只break这个而已哦 他只break哦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把外层的瓜要再打开 这里的逻辑就不够漂亮 第一个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不用break 那意思是说在这种状况在paste的时候 但是所有东西都全部跑完 全部都跑完 对不对 那但是呢我知道如果说其中一个已经出现 那绝对没有过关 是不是就可以break 我先写一下 那再提醒大家 这个break break这个后叙述就剩下的culton不用处理 剩下的culton不用处理 那如果说弱呢还是会持续的 所以通常 这种状况之后我会在后面这个地方 in non pass 再break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你撕着看看 第一完全强调 你这个不写也可以 我们姑且这样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逻辑都ok 这两个逻辑都ok 为什么我要查看 我go through所有真的是go through所有的break 那碰到visible 我就把pass设成false 最后拟这个pass回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假如这种logic is pass的查验是这样 撞了第一刻就 就要开始查验 我们看一下 我忘记设这不会中间 另外一个continue的用法就是 比较suttle一点 好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说我现在撞了一颗 我准备来查看is pass 好 你看r开始进来 好 这一颗那个存在对不对 pass已经变false了 m可能可以再改成真回来 不可能 但是你看 继续跑 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break 碰到那个 就是让所有东西跑完 所以你会跑30次 好 但是你明明知道我其中有一颗存在 我其实就可以break掉 那我现在 这一次呢 我把这个break启动 这break就是剩下的column不用查了 我把 那么程式执行 好程式第1个 这个0123456 可能在第7个column 对不对 好肯定是01234 诶没有站点对不起 这个中站点 好触发了 他可能在第7个那个撞到的 那第7个现在是visible看不到 那你看r从第0的low开始 column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存在 第一个存在 已经 以事实上存在 事实上不用减下 二三四个 可是你看他还是持续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弄错 第1个就存在 第0个column还是存在 我们现在撞过去 开始查验 is pass 好这边开始查验pass 但是呢 从第0个column过来 注意看一下 我们从零开始 查验看到 第0个 第0个column 第1个column是确实 已经forced break break掉 break掉 现在系等于零 你看break跑到那边 跑回来外面这些 所以break是脱离掉这个回 这个break是脱离这个 有没有脱离最后这个 事实上 我们准备脱离所有的 但是呢还是进来这边 rao0 接着 跑下一个rao 你看又跑下一个rao++ 又查验第1个rao进来 可是呢 跑遍所有第2个rao全部都没有 都是存在 都存在 那break 又跳回来这个地方 但是呢rao还是继续执行 事实上不必要这样 所以你的 如果假如记得一件事情 我在谈谈说你的break break掉外面那层的 或训续而已 没有 直接跳到外面 有时候会 会跟你怎么讲 这个时候就用go to 所以这时候会有一个 go to 那给他 这个 Done 叫dun dun 这个地方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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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down 所以这种状态说 我常常其中一个 我就是跳到这个地方 全部跳两层出来 所以go to的用法 程式设计师会告诉你 不要随便用go to 但是呢碰到你的spaghetti 非常深层的时候 要脱离 要快速脱离的话 你可以用go to 然后go to的话 因为怕的是go to 这样go to那边回去 整个就像那个 意大利面相交结在一起 将来程式逻辑就不是非常明确 所以go to的用法在这场上 帮我趁这机会演练一下 所以 撞到第1个 只要查看到 D0的第1个 只要看到 只看到 D0这个已经是那个存在 就pass了 你看go to 跳出来 你可以跳出来外面 好那这个go to这种状况是 适合可以用 那正常状况 如果说我们使用break 那在这边再加一个break 快速脱离 因为我们确定知道 这个 这个 情形呢已经不可能过关 那这时候就没有需要当这个label 所以我们做法是这样 break再break 我们看一下 他的break方式是这样 撞了第1个 撞到了你看 我检查能领这一颗 它会有它存在 pass break 不会到哪边去了 break到外面来 不会外面来这边 因为pass已经变成 那个 那个不是真的了 就直接在break 就外面 你不要再第1第1第6第3 不要这样去查 这个是正 这个是我们建议的做法 看起来很讨厌 万一有三层 四层 你就要每一层加一个 查验 也很麻烦 那这个时候 勉强可以接受 你用go to 好 所以break 记得是break到那一层 好那我们现在 pretty much 大概逻辑是ok了 那我看一下我现在可能没办法打到过关了 我用一个 我们还没有处理到怎么恢复的 我想就让它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大家都在其中搞 让你回去自己 挑战一下自己 怎么让它恢复原状 就这几个控制项的 visible invisible 然后 速度是不是要逐渐加 他切过去是不是那改变一下方向 这是那几个变数嘛 Velosti这些东西而已 速度太慢了 我们加快一点 5太慢了 好了15了 谁怕谁 这老师这个年纪大家就怀疑就迟钝了 不太害怕 好刚才也是个bip 好不好 可以玩吗 剩下的东西就麻烦你这些故事 那设法 把它写一个 能够再恢复 再恢复到那个 重来一次嘛 重来一次那个砖块 要再 要全部把它打亮回来 把球抓回来 最终因为球跑过去 球要射法抓回来 那都是你可以操作的 射法慢慢看 然后再加几个live下去 让它变得比较pro的 那老师把bdl的这些逻辑 讲的话就是那个逻辑要花一点 骚脑 把它想得比较完备一点 那其实这个game已经在动了 刚才我讲过 你可以持续让它动画 因为动画就是靠time time 你可以把这个恭喜上面闪烁 闪烁 恭喜恭喜恭喜 好好好 那你会按照在做什么 完全是 就靠你去设计 老师就让他留着给大家去思考 因为这样的同学之间 有些逻辑观念比较好 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比较有形 那你可以参看一些game的这些 机上这个装头的电 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然后label就把它拿来搬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个提早10分钟 因为我们没有休息 那如果说你的问题可以稍微留下来 老师可以在这边待个10分钟 再看一下如果说有bug的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